韓國議員 報院會現在繼續開會 回頭進行討論事項第一案 中華民國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含附屬單位預算及重計表 營業及非營業部分 本案經本次會議決議協商後提出本次會議處理 報院會本案已完成協商 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時間 108年1月7日 1月8日 1月9日 地點一場三樓會式議題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會總完成 中華民國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案 決定事項一 各黨團同意本108年度 總預算案之討論程序及決定事項如副建議 通過針對各機關所屬通案刪減用途別項目 如副建2 通案提案及各委員會通過之協商內容含保留部分 如副建3 由各委員會整理宣讀本及保留本 交財政委員會會整 1月10日星期四上午8時前送各黨團 實施前完成確認 閉宮11時院會處理 2.各黨團同意本年度總預算案 非保留部分於院會宣讀後 予以通過保留部分均佔保留 保留部分處理前 按通案各委員會次序 1.清明黨黨團推派議員 時代力量黨團推派議員 國民黨黨團推派議員 及民進黨黨團推派議員 輪流交叉發言 順序授權議事處處理 每人發言時間為3分鐘 發言完畢 集案通案各委員會次序 進行各保留提案 黨團版本之表決處理 主持人 蘇嘉全 蔡其昌 協商代表 柯建民 鄭明彭 李軍藝 李鴻君 徐永明 江啟成 洪慈庸 曾明中 吳志陽 宣讀完畢 請問委員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意義 沒有意義 本案依照協商結論進行處理 請宣讀決定事項 二 決定事項 以108年度中央政府總算案 含機密部分 審查總報告所列 未審議會主理項目 除卻有治安難刑者在協商 依協商結論通過外 其餘軍教各委員會審查 會議決議通過 致送議會主理項目 協商有結論者 依協商結論通過 協商未獲結論者交付表決 並依表決結果通過 令黨團協商之動結內容金 並委員會動結案處理 依協商結論通過者 均不在於宣讀本中一一續名 二 108年度中央政府總算案 先行審議單位預算 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 營業及分業部分群占照列 四 附屬單位預算審議確定後再行調整 三 108年度中央政府總算案 最初證識別部分 隨同最初機關別審議結果予以調整 四 各委員會審議結果 含機密部分協商結論 均一聽通案決議辦理 不再逐一於各機關協商結果敘明 各機關均一切實以通案決議核實分別刪減 為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如於通案決議刪減比例 以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為準 為達通案決議刪減比例則增加簡列不足之數 宣讀而畢 決定四項部分 照協商結論通過 請宣讀通案刪減四項 108年度總預算案 針對各機關所屬通案刪減用途 別項目決議如下 以簡列政令 宣導費5% 二簡列委辦費不含法律義務支出3% 三簡列軍事裝備及設施 房屋建築養護費 車輛及辦公期取養護費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4% 四簡列大陸地區旅費30% 五簡列國外旅費及中國教育訓練費 不含法律義務支出5% 六簡列設備及投資 不含資產作價投資5% 七簡列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及政府機關建制補助 不含法律義務支出4% 八對地方政府支補助 不含法律義務支出 及一般性補助款3% 九前述一至五項 允許在業務費科目範圍內調整 十前述七至八項 允許在獎補助費科目範圍內調整 十一前述一至八項 若有特殊困難 無法依領商開原則調整者 可提出其他可刪減項目 金主席總處審核同意後 予以代替補足 十二 如總刪減數未達240億元 約1.19% 另於補足 一百零一方年度 中央政府總算 針對各機關級所屬 統身項目如相 以政令宣導費 統身5% 其中國內故宮博物院等 敢以其他項目 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二為半備除法律義務支出 不刪外其餘統身3% 其中國家安全會議等 敢以其他項目 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三軍事裝備及設施 房屋建築養護費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統身4% 其中行政院等 敢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四大陸地區旅費統身30% 其中行政院等 敢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五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 除法律義務支出 不刪外其餘統身5% 其中國家安全會議等 敢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六設備及投資 除資產作價投資不刪外其餘統身5% 其中立法院等 敢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其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與政府機關建制補助 除法律義務支出 不刪外其餘統身4% 其中司法院等 敢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八對地方政府支補助 除法律義務支出 及一般性補助款不刪外 其餘統身3% 其中消防署及所屬等 敢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九財政部國護署 國債負席 簡列35億元科目自行調整 宣讀外比 通案三檢四項 照協商結論通過 請宣讀通案部分 以通案保留 第2344案保留送用會主力 而通案決議新增通案決議期項 以衛使逐年第3支科研經費 投入充分發揮全校 建請強化科技創新能力 及研發全校制應用 以提升我國關鍵技術制自主程度 進而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 而目前我國各項社會保險 委託保險人辦理之行政經費 雖均由政府負擔 唯有於法令規範或預算 編列形式不同等 至經費負擔機關預算 編列方式與標準 補助標準等九億 建請行政月應延謀改善 此外 政府如於負擔保險費及補助虧損之外 尚需全額負擔保險之行政經費 建請檢討其合理性及是否具有效尊解之誘因等問題 三 我國招商引資成效益未尊理想 建請行政月一 積極改善國內投資環境 以發展國內產業幣 新以外商投資 四 近年中央政府資訊業務委外程度居高不下 有資訊系統建置多位考量民眾需求 至網絡之公民參與情形簽加 要求各機關應積極檢討 現有資訊系統之服務形式及內容 事實了解使用者需求 必提升民眾使用意願 落實電子治理之願景 五 財政法人法 將於108年2月1日施行 該法施行前 各主管警官對於民間捐助 財政法人之管理強度與密度不一 各主管警官配員實地查核之頻率倡議升大 查核報告意味全數於網站公開 原要求行政院督訴各主管警官 強化辦理財政法人業務實地查核 確保其支處與活動符合設立至公益目的 並匯總各主管警官至107年底至 許可設立至財政法人將數 及各主管警官於103至107年度間 每年度實地查核政府捐助財政法人民間捐助財政法人 政治壓述於108年6月底前 以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六 財政部已於107年1月18日預告修正免稅標準第二條規定 然該修正草案於107年3月19日預告其結束後 將至107年底至行政院尚未核定發布 導致部分團體濫用免稅資格追行繼續更化 要求行政院於108年6月底前 匯總各主管警官於104至106年度 合法同意含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之總加數 即行主管警官場民同意至使用計畫支出總金額 以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107年度以後更年度之資料 並應於次年12月底前送交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其公務機關於辦理各項業務時 若有購置禮品或紀念品質需要 除以符合相關法規辦理外 應優先採購台灣制產品 宣讀FB 通案部分除保留部分外 其餘均照協商結論通過 請宣讀內政委員會 內政委員會 以歲入部分第三款規費收入 第17項不到當產處理 委員會照列 而最初部分第二款行政院主管 第一項行政院改例為12億2857萬元 本項修正決議 以向原審查會報告所列通案 通過決議第三項予以修正 本項提案二案保留送委員會主力 保留案號4546新增決議6項 第8項援助民族委員會 本項提案三案保留送委員會主力 保留案號686976-1 本項新增決議10項 第10項客家委員會及所屬 本項修正決議2項 原審查會報告所列通過決議 第一項及第二項予以修正 本項新增決議9項 第11項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 照列本項修正決議1項 原審查會報告所列通過決議第二項予以修正 本項提案二案保留送委員會主力 保留案號10708 本項新增決議3項 第14項道路委員會 改例為9億4千577萬4千元 本項修正決議3項 本項提案一案保留送委員會主力 保留案號1923 本項新增決議8項 第17項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照列 本項提案3項保留送委員會主力 保留案號195 229 230之1 本項新增決議1項 第7款內政部主管 第一項內政部改例為242億 3809萬4千元 本項修正決議5項 原審查會報告所列通過決議 第二項第三項第四項第五項 及第六項予以修正本項新增決議8項 第二項營界署及所屬照列 本項修正決議2項 原審查會報告所列決議 通過決議第一項及第五項 予以修正本項新增決議3項 第三項警政署及所屬 本項修正決議3項 原審查會報告所列通過決議 第一項第二項 關於第二幕部分合併凍結予以修正 判處原審查會報告所列通過決議 第四項第五項 原審查會報告所列通過決議 第20項予以修正本項新增決議7項 第五項政法署及所屬 本項新增決議4項 第六項議政署本項新增決議2項 第七項移民署改列為 40億9216萬4千元 本項修正決議1項 原審查會報告所列通過決議 第1項第2項第3項 合併凍結予以修正 本項第二項保留送議會主力 保留安號325341 本項新增決議12項 第八項建築研究所 本項修正決議1項 原審查會報告所列通過決議 第1項予以修正 本項新增決議5項 第九項空中起務總隊 本項新增決議1項 第24款海洋運會主管 第1項海洋運會 本項修正決議1項 原審查會報告所列通過決議 第2項予以修正 本項提案以案保留送議會主力 保留提案357 本項新增決議1項 第2項海巡署及所屬 本項新增決議7項 第3項海洋保育署照列 本項新增決議2項 宣讀完畢 內政委員會審查部分除保留部分外 其餘均照協商結論通過 請宣讀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國防委員會議順入部分 第3款規費收入第6項領事事務局 本項新增列以上第1幕 行政規費收入第一節 遵照費改列為31億9,870萬5千元 2歲數部分第8款外交部主管不含機密部分 第1項外交部本項提案保留送議會主力 保留案號2028-1 第8款外交部主管不含機密部分 第1項外交部改列為231億6,529萬2千元 本項新增決議11項 第2項領事事務局 第2項改列為13億0,478萬元 本項新增決議3項 第9款國防部主管不含機密部分 第1項國防部改列為9億7277萬3千元 本項新增決議4項 第2項國防部所屬本項提案11案 保留送議會主力 保留案號78101-1021-0310-0410-500006-1070-810-9110 第2項國防部所屬除第7幕非營業特種基金 贊助列4所屬非營業特種基金 選意確定在行調整位 改列為3,075億1,652萬2千元 本項新增決議18項 第16款強募委員會主管不含機密部分 第1項強募委員會 改列為12億0,229萬8千元 原始查報告所列通過決議第3項 予以刪除 本項新增決議5項 第25款國軍退出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 第1項國軍退出官兵輔導委員會 改列為1,230億7,288萬6千元 本項新增決議11項 108年度公佈審公開部分 其於軍召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結果通過 宣讀完畢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部分除保留部分外 其於軍召協商結論通過 請宣讀經濟委員會 經濟委員會 二歲初部分第二款行政院主管 第六項國家發展委員會 除第十項無非營業特種基金轉照列 四所屬非營業特種基金選意確定暫行調整外 改列為29億9177萬4千元 本項新增決議15項 第七項檔案管理局 本項新增決議2項 第十三款經濟部主管 第一項經濟部本項提案案保留送委會主例 保留案號125 原審查報告所列決議予以刪除 原審查報告所列決議7予以修正 本項新增決議20項 第二項工業局 本項新增決議1項 第四項標準檢驗局及所屬 改列為24億6680萬8千元 原審查報告所列決議3予以刪除 本項新增決議2項 第七項中小期研究 本項新增決議1項 第十項能源局 原審查報告所列決議1 2 予以修正 本項新增決議1項 第十八款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 第一項農業委員會 本項提案案保留送委會主例 保留案號242243-1 本項新增決議17項 第二項林務局 本項新增決議3項 第三項水度寡視局 本項新增決議1項 第二項月署及所屬 本項新增決議6項 第二項一項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 本項新增決議5項 第二十三項農業署及所屬 本項新增決議3項 宣讀外幣 經濟委員會審查部分 除保留部分外 其餘均照協商結論通過 請宣讀財政委員會 財政委員會 第四項省 宣讀財政委 専列財政委院會 水 bestimm處 本項提2nd 保留松運會主力 保留案號2122 第五項 審 lum陶 потер bar 是審計暴財政委員會 保留松運會主力 保留案號2324 那項 審 pum especial 審ní財政委員會 保留松運會主力 保留案號2526 第七项审计部台南市审计处本项提案二案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2728 第八项审计部高雄市审计处本项提案二案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2930 第十项财政部主管本款提案二案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3131之一本款新增权益影像 第一项财政部本项提案三案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346383原审查报告所列决议第一项予以修正 本项新增权益九项 第二项国务署本项提案二案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86104本项新增权益一项 第三项负税署本项提案37案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152154155156157158159160 161165166167172175176178179180 181184185186187188189 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02 原审查报告所列决议第二三四五项 并案予以修正 本项新增权益四项 第四项台北国务署局本项提案 五案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20620720820910 第五项高雄国务署局本项提案 五案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211212213214215 第六项北区国务署局及所属 本项提案五案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216217218219220 第七项中区国务署局及所属 本项提案五案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2122222223226227 第八项南区国务署局及所属 本项提案五案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231232233234235 第九项高雄署及所属 本项提案三案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236237238 原审查报告所列决议 23456并案予以修正 第十项国务署局所属 本项提案四案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290291 292 294 本项新增决议一项 第十项财政资讯中心 本项提案三案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295 296 297 本项新增决议一项 第23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 第一项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项提案四案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11 312 315 318 319 320 32323 本项新增决议二项 第二项银行局 本项提案四新案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339 340 341 32 343 344 345 346 350 354 359 360 361 363 364 365 368 本项新增决议五项 第三项证券提获局 本项提案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372 373 第四项保险局 本项提案132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380 381 382 483 384 385 389 390 396 397 398 399 400 本项新增决议六项 第五项检查局 本项提案14次案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20 421 42 423 424 425 428 宣读完毕 财政委员会审查部分 除保留部分外 其余均照写商结论通过 请宣读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二 岁初部分第一款总统部主管 第五项中央研究院 原审查报告所列决议二级三予以求证 新增决议二项 第二款新增议主管 第五项国立公公博物约 改例为二十亿零三百零六万元 本项提案一案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18 原审查报告所列决议三予以求证 新增决议三项 第十一款教育部主管 第一项教育部除地任务高等教育 第三届 国立大学校院教学与研究辅助 第七幕肺炎特种基金 第十幕加成文化与娱乐活动第二节 国立审查管所为 追及发展辅助军战照列 四所属肺炎特种基金 省确定在行调整外 改例为一千三百零四亿 二千一百九十万七千元 本项提案一案保留送用会处理 保留案号62 原审查报告所列决议七级 九予以求证 新增决议三十亿下 第二项 国民局学前教育署 原审查报告所列决议一案三 合并收战为一 予以修正 新增决议五项 第三项 体育署照列 原审查报告所列决议二 予以修正新增决议二项 第四项 青年发展署 新增决议影像 第六项 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 新增决议影像 第七项 国立教育广播电台 新增决议影像 第一项 国家教育研究院 原审查报告所列决议一 予以修正 新增决议影像 第十七项 原子能物营会主管 第一项 原子能物营会 原审查报告所列决议二 予以修正 第三项 放射性物料管理局 原审查报告所列决议二 予以修正 第二项 文化部主管 第一项 文化部主 第三项 文化资源业务 第一节 文化资源业务推动 与辅导中 国立历史博物馆 营养与发展 第七项 艺术发展业务第二节 艺术业务推展与辅导中 国立中正纪念堂 管理出营养与发展 即国立国父纪念馆 营养与发展 第十项 非业台总经营第一节 国立文化机构 作业基金军战照例 自所属非业台总经营 谁确定在行调整外 改例为141亿 9162万6千元 本乡提案 以按保留送优惠处理 保留安号207 原审查报告所列决议 第八集十三 予以修正 新增决议七项 第二项 文化资产局 改例为14亿 4809万7千元 第八项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 新增决议影像 第九项 国立人权博物馆 新增决议二项 第二项 缓科技部主管 第一项科技部 原审查报告所列决议 予以修正 新增决议十二项 第二项 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 新增决议二项 第三项 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 新增决议影像 第四项 南部科学工业园区 管理局 新增决议影像 其余 军照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审查结果通过 原审查报告所列决议 及 十三项中 同意提供这书面资料 行政机关 军营照办 宣读完毕 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审查部分 除保留部分外 其余 军照协商结论通过 请宣读交通委员会 交通委员会 岁出部分第二款 行政院主管 第十三项 国家通讯传播员会 改例为8亿5122万7千元 本项新增决议九项 第十八项 公共工程委员会 本项新增决议二项 第十四项 交通部主管 第一项 交通部 本项新增决议五十三项 第二项 民用航空局 本项新增决议二项 第四项 公共局及所属 本项新增决议十八项 第五项 运输研究所 本项新增决议一项 第六项 公共总局及所属 本项新增决议十九项 第七项 铁道局及所属 本项提案 也按保留送运会处理 保留案号152 本项新增决议八项 其于军照立法院 交通委员会 审查结果通过 宣读完毕 交通委员会 审查部分 除保留部分外 其于军照写上结论通过 请宣读 司法及法治委员会 司法及法治委员会 一岁入部分 第三款规费收入 第十六项 促进转型战役委员会 本项提案 也按保留送运会处理 保留案号四十二 第七款 其他收入第三项 国使馆 本项新增决议一项 二十岁出部分 第一款总统府主管 第一项总统府 原审查报告 所列决议4 予以修正 本项新增决议4项 第二项 国家安全会议 原审查报告 所列决议2 予以修正 本项新增决议一项 第三项国使馆 改例为二页零 九十三万五千元 本项新增决议一项 第二款行政院主管 第三项人士行政总处 改例为二十四 四千九百一十九万七千元 本项新增决议三项 第四项 公务人力发展学院 改例为二页三千五百 九十七万一千元 第十六项 促进转型战役委会 保留私运会处理后 再行调整 本项提案四案 保留送运会处理 保留案号 四八四九六四九二之一 第三款立法院 主管第一项立法院 改例为三十四亿 六千一百四四万一千元 本项新增决议一项 第四款司法院主管 第一项司法院 本项新增决议五项 第二项最高法院 原省查报所列决议 予以修正 本项新增决议一项 第十项 台湾高等法院 本项新增决议一项 第二十项 台湾台中地方法院 本项提案案 保留送运会处理 保留案号 第五款考试院主管 第一项考试院 本项新增决议一项 第二项考选目 本项新增决议二项 第三项全市部 改例为二百四十三亿 零四十万八千元 本项提案案 保留送运会处理 保留案号 一一期 原省查报告所列决议一 予以修正 本项新增决议一项 第六项 公务人员退休 辅助基金监理委员会 本项新增决议一项 第七项 公务人员退休 辅助基金管理委员会 本项新增决议一项 第六款监察院 主管 第一项监察院 本项新增决议二项 第选款防务部 主管第一项防务部 除第一幕一般 行政上下义务费中 特别费保留送运会处理外 其余军照列 赚改列为 十六一八千六百八十万八千元 本项提案案 保留送运会处理 保留案号 一二九一三一 本项新增决议五项 第五项 小山属籍所属 本项新增决议三项 第六项 行政执行署及所属 本项新增决议一项 第十四项 台湾台北地方检查署 本项新增决议一项 宣读完毕 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部分 除保留部分外 其余军照協商结论通过 请宣读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宣读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一顺入部分第二款 发款及赔偿收入 本款新增决议一项 二岁数部分 第十五项 劳动部主管 第一项劳动部 本项新增决议一项 第三项 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 本项新增决议六项 第四项 职业安全卫生署 本项新增决议五项 第十九项 卫生福利部主管 第一项 卫生福利部 本项新增决议六十九项 第二项 疾病管制署 本项新增决议六项 第三项 食品药物管理署 本项新增决议十一项 第四项 中央健康保险署 本项新增决议六项 第五项 国民健康署 本项新增决议六项 第六项 社会及家庭署 本项新增决议五项 第二十项 环境保护署主管 第一项 环境保护署 本项提案 保留送业会主力 保留安套224 本项新增决议十六项 第二项 毒物及化学物質局 本项新增决议一项 第四项 环境保护人员训练所 本项新增决议一项 宣讀完毕 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审查部分 除保留部分外 其余均照協商结论通过 报告院会 总预算案 非保留部分 已经处理告一段落 现在休息三分钟 休息后 改开秘密会议 处理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审查机密部分 本项新增决议 报告院会 下午一时继续开会 进行保留提案之处理 现在休息 下午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报告 报告 发言完毕 即案通案各委员会 持续进行各保留提案 党团版本之表决处理 现在进行通案部分 请李红军委员发言 主席还有各位同仁 我们今天是针对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公务部门进行审查 那我们经常是会提醒 特别是身为执政者 也就是当今的政府 其实最主要的 要管的是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决定政策的方向 第二个就是掌握资源的分配 第三个就是用人为德为财 南总预算案的编列 正是执政政府给全体人民 有什么样的愿景价值 这个才是重点 亲民党身为在野党 在预算审查的过程中 除了对预算的编列合理性加以监督外 更重要的是将预算审查 作为一个政府施政的讲诚机制 部会的政策推动得宜 当然就会有充分的预算来推动 那如果部会的政策 强行的推动老民的话 那就是错误的政策 错误的政策 就会比贪污更可怕 身为在野党 就必须要用强烈的手段 来删减或冻结 我们预算来处罰相对的部会 亲民党针对108年中央政府总预算 其实总共提出了186个提案 当然我们经过了与各部会的沟通 然后密集的协商 在删减案我们预计 统三的部分有240亿 在个别部会提案上面 删删减了1500万 剩下10个案保留 留待表决 对于民众所关心的事情 要求各部会 能够积极的面对处理 此外在通案的部分 我们也必须要提醒政府 针对委办费 我们是年年的提高 把原本政府机关 执掌的业务 不断的委外办理 这个应该要确实的检讨 而应该要逐年的下降 时代在改变 时势在变 时机也在变 台湾当前不论国内外 均面临重大的危机跟挑战 行政院在推动 研议各项政策的时候 不要一再重复红包之乱 让政府的公信力全失 盼期待未来的新内阁 能够真正抛开蓝绿 苦民所苦 为民所本 这样子的话 才能找出真正新的生机跟出路 我们希望 今天在预算的审查 其实政府的执政 真的不分蓝绿 可是真正的执政者 应该要掌握好 当今的整个的一个国际情势跟时机 谢谢 接着请徐永明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 二十年前我国爆发口蹄疫 让猪农及相关畜牧产业损失超过千亿 灾情惨重 然而现在台湾正处于 能够从疫区除名的关键时机 却在中国从去年八月爆发猪瘟疫情以后 不断发生有旅客攜带 疫区猪肉制品进入我国境内的案例 这些层出不穷的违规情况 都让台湾的畜牧产业暴露到极高的风险当中 针对上述的情况 依照我国目前法规 除你预算之外 我们支持相关法令的修正 来赫止朱恩是要做的 当时我们提出露出国籍移民法的修正案 让我们有很明确的法规 来禁止这些攜带违禁品的人进入台湾 结果遭到两大党没有支持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虽然行政部门宣称 各位这是我们院长讲的 维希肉品不缴罚款 外国人进入境 当时信誓旦旦 可是在协商的时候 荣卫会出来讲说 有疑虑 我们没办法修法 无法排进临时会议程 提出主决议 荣卫会说没办法禁止 只能禁止他再入境 各位 租肝都已经带进来了 罚款不交 请问我们真的有心 要解决这个朱瘟的问题吗 所以 实在地上在审查预算时 提出这样的主决议 我们希望等一下表决的时候 各位如果 我们真的把朱瘟当一回事 如果我们的行政部门这么怠惰 院长都讲禁止入境了 结果实际上情况是还进来 各位 这行政部门不是在放假新闻 什么叫假新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一劳永逸 所以我们提出主决议 禁止入境 禁止入境 不要再去推卸了 既然无法修法 主决议要求行政部门 切实的去执行它 来防范朱瘟 不要只是空口说白话 希望接下来 在表决的时候 各位能支持 时代力量党团提案 谢谢 接着请曾明忠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 我们现在审查108年度的总预算 国民党有几点意见 第一个总体内容的部分 税入108年度编列了一兆9770亿 收支他短450亿 也就是融资财源 今年要举借高达1285亿元 另外前瞻技術建设的部分 也要到时候举借8900亿元 目前依照主席统计 潜在负债高达17兆 已实现的负债高达5兆3000亿 也就是台湾地区民众 每人负债高达22.7万元 所以目前政府的财政情况 非常的差 但是即将改组 或许是晚上或明天 即将改组的内阁 却说要发放经济红利 所以要把历年来的税计剩余 386亿元 拿来发放所谓的经济红利 国民党认为 这些386亿元必须先拿来还债 不然全部发出去之后 还是要举债来指引 会导致债留主身 就是有关税入的部分 税出的部分 总共编了2兆220亿 以正式表来看 第一位的是社会福利支出 编了4922亿 第二位是教科文支出 编了4228亿 第三部分是有关国防支出 但是这些预算看不到 看不到亮点也没有聚焦 也看不到蔡政府要拼经济的相关决心 也拿不出对少子化高龄化社会提出决定的方案 所以这个总预算 让人民看到 看不到未来的实证希望 另外个别的预算的部分 包括中选会的主委 他的特别会 还有副主委的特别会 因为中选会在10月24号的选举事前归要不当 事后应待无望 另外也产生了投票的时候 边投票边开放的机关景象 所以他特别会 我们主张判除50% 另外担产会 还成为准卍机关 他的业务会由1,861万 希望冻结50% 等专案报告 bleeding 再提出候 confort 预讨去重刁 另外初串会 各位清楚 个过 frankly fatur resident figure า winning sah. 赛 費用全部凍結 等前面改組之後 才來依法自用 國民黨提出的相關提案 盡情在座的各位委員能夠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 接著請鄭運鵬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今天接下來幾個小時 我們即將審查高達兩兆元的2019年中華政府總預算 那因為2018年底的時候 在議程的安排上面 我們來不及處理今年的總預算 所以也感謝我們所有立法院的同仁及各黨團 願意在第一時間來審查召開臨時會 審查我們2019年的總預算 因為如果總預算不通過 我相信對於台灣產業界的投資 台灣產業界的穩定發展 以及國人在農曆年前的信心 以及政府穩定的推動都有相當大的影響 所以感謝各位委員 各位同仁以及各位黨團 在這段時間的辛苦努力 那我們從本來高達兩千多案的提案 那經過了三天不斷的協商 那減到了今天不到一百案 這三天裡面從二零...從二月七號協商到凌晨一點 到二月八號協商到晚上十二點 到昨天也到晚上八點 那感謝各位的努力 也感謝蘇嘉全院長他的辛苦協調 那雖然我們對於這些兩千多個提案裡面 對於個案對於通案對於新案對於舊案會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相信各位委員以及黨團代表 都秉持著做人做事的道理 在道理上面大家各出己見 但是該堅持的 該處理的 然後該協調的 大家都有做了順利的進行 所以今天我們希望說 今天接下來的會議 能夠順利的來處理接下來的這些提案 那也希望說今天如果可以通過 二零一九年高達兩兆元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我相信對於接下來二零一九年是一個國際充滿變數的一年 台灣可以更安定更穩定的繼續向前進 政府的政策 產業的投資與發展 以及台灣國人的民心安定 我相信隊友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在這邊先感謝各位委員及黨團的辛苦 那也預祝今天的議程 接下來都順順利利 感謝大家 謝謝 報告院會各黨團推派 推派式代表均以發言完畢 現在處理通案保留部分 請宣讀第二案 未付公平性及使國家預算有效應用 原提案要求將年終運運金制預算全數刪除 行政院應同步廢止相關發放奔放 並應積極輔導准介需特別照護者 循一般設斧措施接受輔助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表決 按領七分鐘並發表決卡 請按鈴 按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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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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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案 时间时间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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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进行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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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 提案 在 主持人 我们 感谢 因应 我们 感谢观看 乃是各政黨所必須表達的價值觀的基本立場 我們予以尊重 但是預算的凍結碩有不當 沒有辦法讓政府正常的運作 因此我們必須予以反對 最後再一次的感謝內政委員會所有的委員 以及各黨的黨團 對於內政委員會所挾 所有的部會預算的大力支持 謝謝 接著請陳怡傑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親民黨團對於中選會以及陸委會相關預算提案 這兩個部分呢 我們特別堅持保留表決的原因在下面 面對去年九合一大選榜公投案所產生的選舉亂象 在後續的檢討當中 我們完全看不到中選會的擔當跟對策 即使一個陳主委象徵性的下台 但對民眾而言根本不是真心檢討 也看不到負責的態度 那親民黨團認為中選會需要的是做一個全面性通涵性的檢討 但是透過這次預算協商的過程當中呢 對於許多委員不斷提及的選務疏失 以及中選會政府主委 我們認為必須全面策劃 甚至調整整個中選會的體質跟相關的規範 那中選會卻只會避重就輕 因此親民黨團希望透過動結中選會部分預算的方式 要求中選會能面對自己的錯誤 並誠實地面對全國人民 辦好每兩年一次的重大選舉事項 另外兩岸的部分 兩岸關係停滯不前 陸委會卻編列許多偉伴經費 去找兩岸專家學者來把脈 閉門召居的結果 根本無法具體改善兩岸的現況 那其實怎麼說 從一個非常小的事件 就可以看得出來陸委會根本是狀況外的 舉例來說 陸委會拍了許多政策宣導的短片 說是要拍給對岸看的 但是他們播放的平台卻是臉書跟YouTube 那這個是大陸人民無法觀看的平台 那所以這樣的狀況下 編列這樣的預算 我們覺得非常的可笑之外 請問合理的地方在哪裡 而且真的有實質效益嗎 所以親民黨實在質疑閉門召居 到底對於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 到底有如何的一個效益存在 那因此在待會的表決當中 我們期待朝野各黨團能夠正視中選會過去 重政治輕選屋的這個詬病 堅持立法院監督行政單位的立場 才能真正為國家制度負責 謝謝 現在處理內政委員會保留部分 請宣讀第45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行政院要求 行政院應要求其所屬機關 積極配合原轉會土地小組 搜集及整理相關檔案資料 協助辦理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 及劃定之相關作業 並依促進轉型政院條例 返環威權時期侵占之財產 以維護原住民傳統領域之完整 宣讀為逼 針對第45案 民進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女兒 警備 residents 組織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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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結果出席九十人 贊成33人反對57人棄權0人 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第46案 國民黨黨團策案本案不予處理 請宣讀第68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援助民族委員會作為中央援助民政策制定機關 要求援助民族委員會於立法院第九屆第七會期內 將援助民族致之法送立法院審議 宣讀完畢 針對本案民族黨團要求 敬明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中文字幕提供 出席 90 人 贊成 33 人 反對 57 人 棄權 0 人 贊成則少數 本案不通過 第 69 案 國民黨黨團 策案 本案不予處理 請宣讀第 76 至 1 案 時代力量黨團 策案 為避免傳統領域僅依未經劃設核定程序 極部建行原住民族基本法圖聲正義 應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協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就業者須用國有土地進行開發案件 要求業者經含詢確認有提出者 開發案應先予以實踐原住民族基本法諮商同意相關規定 以保障原住民族集體權利 宣讀而逼 謝謝我們民族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國民族集體彩開始 國民族集體很幸福 來架 tal有uxuen有共同一家 然而我居然owsyn長 為中國侄所隱私 體恤命成员 其他為神有權如此 剛才所有表決的結果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表決結果出席93人 贊成10人 反對57人 棄權26人 贊成者少數 本案不通過 請宣讀第107案 委員陳怡傑等提案 提案凍結中選會首長及副首長特別費 四中選會陳朝見副主委請辭及新任中選會主委副主委上任 並向本月內政委員會提出作案報告時可通知 宣讀完畢 針對本案民進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完成了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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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决结结果 出席91人 赞成33人 反对58人 弃权0人 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第108案 国民党党团提案 中央选举委员会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费 首长及一副首长特别费减列50% 宣读完毕 针对本案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林长佐委员声明对刚才所有表决与时代力量党团意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林长佐野izar 降臨 林长佐温 山田为暂аж同一同 diye 林长喜倌务里 表決結果 出席91人 贊成33人 反對58人 棄權0人 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請宣讀第192-3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要求大陸委員會應針對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進行濕度的檢討與修訂 以達到中央與地方共融共存的雙贏局面 宣讀完畢 針對本案 民進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心程中距離 感谢观看 表决结结果出席93人赞成30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请宣读第195案 国民党党团提案不当党阐述委员会业务费1861万4千元冻结54项内政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知宣读完毕 针对本案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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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出席91人赞成29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第229案 委员黄昭顺等提案要求不当党省书令委员会议与二搜内 同意国民党就中投及新预谈股权 经认定为国民党不当取得财产前之鼓励以及认定后之鼓励与107年12月31日前之鼓励准与动之 部组部分党产会同意国民党处分不动产专款专用 并同致应退休人员相关法定支出 宣读完毕 针对本案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林长佐委员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时代力量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表决结果出席92人 赞成28人 反对63人 弃权1人 赞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第230之一案 国民党党团提案 基于宣法对人民基本权力的保障 党产会于视线有具体结果前 因应行政法院判据结果暂停一切违线滥权处分 并遵照党产条例履行法定义务 或其他正当理由之相关规定 以为政党正常运作 并保证党务工作人员退休权益 宣读外避 针对本案民党团要求 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就 叫 坚优独 terr 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91人赞成28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第325案 国民党党团提案 请移民署协调陆委会 就有关大陆涉台部门相关人员申请来台 定定适当审查标准后 向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 追逻而逼 针对本案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表决结结果出席92人赞成30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第341案 国民党党团提案 鉴请内政部移民署 于并列109年度公寓算时 使新住民发展基金得以继续维持于11亿元规模 并确保全国54万新住民家庭之生活照顾 同时彰显政府对于新住民照顾之决心 宣读完毕 针对本案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订阅 警察 ccab TE 感谢观看 了解结果出席91人赞成33人反对5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第357案 国民党党团提案 插汉也有会及所属尽管制国有土地 西京国有财产署暴凤行政院核准拨用之土地 应于符合国有财产法规定 使得依法提供他人实用 并依依国有不动公用不动产收益原则等规定办理 宣读完毕 针对本案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在这一分钟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85人赞成27人反对5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 报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处理党团新增提案部分 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新增立案 国民党党团提案 为避免选区划分偏颇争议 如后特定政党或政治人物 敬请代表立法院权力委员民意之苏院长 尽速召集朝野党团协商 建立长远周延之制度 以符合民意与人民期待 宣读完毕 针对本案民党团要求敬明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出席91人 赞成33人 反对58人 弃犬0人 赞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新增第二案 国民党党团提案 原要求海洋保育署 针对海洋保育署 积极维护保育类动物问题 检讨改进 于三个月内 向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 宣读而逼 针对本案民党团要求 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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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出席96人赞成38人反对5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亲民党党团新增立案 亲民党党团提案台东县绿岛及兰宇等领导地区应在医疗后送及运输资源方面较为缺乏 还需求应提供必要协助指派舰船艇协助后送运输等事宜已符合人道救援解决明末 宣读完毕 针对本案民党团实在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盈坑 盈坑盈坏委员声明对刚才所有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宣读民进党党团新增第一案 民进党党团提案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 需持续针对藻礁生态进行调查 进行维护保育类动物 并于下会即将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提出数面报告 宣读完毕 针对本案民进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88人 赞成61人反对27人弃犬0人 赞成者多数本案通过 现在进行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保留部分 请马文君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各位同仁 浅建国造是我们国建国造中的重中之重 也因为是重中之重我们更应该谨慎小心不要过度的乐观也不要过度的冒险 这一步要走宁可稳不可快 宁可保守也不应该冒险 否则他损失的不仅是巨额的国防投资 一旦失败也会重创海军的声誉以及打击国人的自信 因为浅建国造他至少至少要花5000亿以上 第一艘舰编列大概已经有达到520亿 到目前为止初步设计3月才会完成 而且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成果 建造标也还没有发包 可是我们目前加上今年编了76亿 还有我们的设计标已经超过了100亿 几乎用掉了第一艘原型舰五分之一的预算 可是我们却什么都看不到 反而这些钱都是用来帮厂商付装备的定金跟盖船屋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审慎的评估 因为台船是股票上市公司 经济部是最大的股东 照理说应该由经济部出面协助台船增资或者进行银行连带 而且交通部也要将土地可以拨给海军 如果真的要建船厂的话 由海军出资新建潜修厂 未来他可以完全的交给海军 而且资产也归属海军 也在海军的营区以内 不但可以避免不公平之嫌 也可以防止如果我们潜建国造失败的话 海军还可以继续利用此营区维修其他的舰艇 不会让新建的船屋成为废墟 因为过去侵服的列雷舰 我们至少还是按合约按进度骑程来拨款 都会造成一百多亿的损失 而且最后海军一无所有 更何况我们现在不但没有输出取壳 没有完整的设计蓝图 没有技术成熟的产品 也没有专业的国际团队的寄写 合作情况之下 我们却要用掉一百亿的预算 请同仁可以去深思 今天假设你要盖一栋一千万的房子 你没有设计图没有建造也厂商都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付掉五百万吗 就付掉一半的钱吗 这些我们都希望海军要捍卫的是如何让潜舰国造如期如指如预算的来完成 而不是帮厂商捍卫预算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而且是急什么 在什么都还没有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积极编列超过一百亿的预算给厂商 我们希望我们有潜舰制造的能力 可是我们更希望它可以一步一步的来 让我们的国建国造可以真正的落实跟完成 也不要烂花我们人民的血汗钱 谢谢 接着请邱志伟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 我必须在这边很严肃跟大家说明 中国的军事支出年年成长 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军事指示国 已经高到一兆亿元的人民币 是我国国防预算的十五倍以上 当然对我国的国防安全产生极大的压力 随着中国军事实力不断的增长 相对于我国 2018年国防预算只有三千两百七十八亿 足足超过十五倍之多 所以可见我们跟中国每年军事预算差距已逐年再拉大 所以面对中国军备日益威胁的严峻的情势 国防自主不能只是口号 也要维持两岸关系和平 也必须要有坚实的国防搭后盾 建立可待战力及军备 国防预算在合理范围内成长 更能确保国家安全及区域稳定的基石 所以国防部的预算 在本期单身招委经过六天的巡达棋查 提案高达八百六十五万 是各部会之罪 那我们今年审查的三洞的这些金额 也是历年之罪 可见我们外交国防委员会 朝野的委员对预算审查监督 已达滴水不漏的程度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在委员会审查 没有办法获得共识 以及在朝野协商 有很多想法还没有办法获得共识 在浅见果照的部分 我要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浅见是不对称的关键的战力 国军已经推动筹获十八年 面对当情严峻的情势 作战需求当然也刻不容缓 为落实国防自主政策 提升国防产业的能量 浅见果照为指标性的构案 目前浅见果照第一阶段 合约设计案以医院执行进度正常 浅见果照第二阶段原型建筹建 108年度预算规划75亿 那我们希望如果预算 如果没有办法税率通过 将会使得国外厂商对我国执行浅见国照的决心产生疑虑 更进了影响台湾的诚信及国际的形象 相对的也影响到国内产业的发展 以及技术的提升 对全案推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为此的全案能够执行税顺 建议全案预算照列 国防外交委员会也会在下一个会期 请国防部针对台船公司审议 国造设计成果及技术资源协定输出许可 并同预算审议期间各朝野委员所提出的预见 向国防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 还请在场所有的朝野委员大力支持浅见国照 有效提升国防自主的能力 共同支持建立我国防的战力 谢谢大家 接着请李鸿军委员 主席还有各位同仁 今天我们在看外交国防 其实外交国防是一个非常严肃也非常专业的一个部门 那也等于就是说外交国防也可以说是我们内政的延伸 所以我们在讨论外交也好 在讨论我们国家的国防也好 这是非常专业的问题 今天我们以外交单位来看 今天包括外交官 我们如何来培训他 我们长期经过一个外交特考 经过有一个程度的渐进式的 才能够培育出一个优秀的外交官 可是我们长期看到 政党的轮替对外交官的任用 常常是用在于仇用事 或者是不是在他的专业建立上面 来去任用人事的任命 我们最近看到口译官也好 看到我们这大阪的这次的处理的事件也好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长期以来 其实台湾在外交的困境上面 我们不只是两岸单纯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在人事上面 如何去采用真正优秀的人才 长期以来政府培育出的外交官 如何来重用他们 而不是在于我们上面的所谓的 政治上面的任用 当他去坐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究竟有没有办法达到 我们真正需要他期待的 他的一个任用的值得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外交上面 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失望 特别是在外交部门里面 这么多努力的 我们长期打拼的外交官 突然空降过来 对他们来讲 他们情何以堪 所以不管是哪个政党在执政 对外交上面 更重要的是 在人员的采用上面 请尊重专业 国防也是一样 今天两岸的问题 在国防上 不管潜见国造也好 不管是飞机的如何来提升也好 机能提升也好 其实在考虑的 其实也都是专业的技术 在国力的考量 其实我们希望 今天不管是朝野各党 不管是哪个党在执政 必须站在的是 国家的安危上面 来处理 而不是站在于 我们看到的只是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的方式 来处理 所以我们再次的 建民党在这个地方呼吁 特别是在外交官的任命上面 请尊重外交的专业 请尊重长期以来 我们建立的制度 谢谢 接着请林长佐委员 针对明年度的预算外交与国防委员会的部分 在这个外交的部分 呃 我们在提案的时候 主要关注的是 国家主权 新南向政策 还有这个 考察投资的绩效等等 国防上面 我们特别关注了 这个微型飞弹 突击舰等等 军事装备的部分 那还有国军的 心战能力 营区活化以及补偿等等 那在这个 朝野同仁共同的努力下 其实各个单位 大部分也都提出相应的改善承诺 那特别要说的是 外交部其实长期 编列了这个 上千万的预算 补助斯亚蒙 那从明年 2019年度预算开始 也已经取消编列这个补助 但是我要特别在这边 提醒的就是 在国际交流活动经费里面 却多增加了两千万的预算 那好的部分 我们当然希望说 这个是移波给民间 这个全力在推动台湾国家 台湾在国际空间上面的 这些民间组织 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 其实民间团体是担忧的是 他可能会借私还魂 一样是读后斯亚蒙 所以这部分 会是我们持续监督的焦点 那另外 我也希望关于这个 陆军校歌歌词 删除 党旗飞扬的这个部分 有一些人一直在说 这个要尊重 这个 传统 但是如果尊重传统的话 陆军官校到现在应该都还是 国民党党校才对 连党校的传统都可以改 那我想 这个校歌当然可以改 怎么会有校歌不能改 但是他传统是个党校的 这个 他的组成却可以改 我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 那最后就是有关于 关西机场的部分 我想这里也要特別提出就是 外交部我认为现在当务之急 应该是彻底盘点 住外管处的业务 那有一些其实相较于 其他的这个国家 他的住外管处 不是非必要的这些工作 其实未必就一定都要做 那我们的住外管处 我相信在座各位同仁应该也都了解 我们住外管处 其实承担了很多 不是其他国家 他们住外管处的工作 包括所谓的一些过渡的这些 应该说所谓例如说 这个急难救助啦等等的这些 到底哪一些的优先顺序 这应该是要清楚的盘点 那重新整理 而不是一直围绕在目前的这个个案 甚至于利用个案来做这个政治的攻击 以及特定打击对象 我想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未来 会持续要求外交部 确实去盘点检讨 那减轻第一线外交同仁的这一个压力 那让外交工作专业化 那这是我们 期待我们未来在这一次的预算审查之后 我们应该要继续关注的部分 谢谢 各党团代表军委发言完毕 现在处理外交国防委员会保留部分 民党党团撤回第103、105、108案 国民党党团撤回第101、102、104、106、107、109 均不予处理 请宣读第20案 亲民党党团提案 行政院外交部助委机构业务 截列三千万元 宣读外毕 针对本案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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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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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 打开 打开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90人赞成33人反对5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第28至1案 国民党党团体案建议冻结外交部出日代表处 108年度预算216600万元34%相关责任 厘清后经外交际国防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知 宣读而必 针对本案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本案民党团队 本案民党团队 表决结果出席95人赞成33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第78案 民党党团体案 陆军司令部教育训练业务业务业务费 建议冻结3337千元 四陆军官校就校歌歌词体现军队国家化精神提出具体措施 即推动其权向立法院或交际国防委员会报告金同意后使得动知 宣读而必 本案针对本案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5个月发生 Yout.com Yout.com Untertitömer ENT.com Gout.com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决结果出席95人 赞成63人反对32人弃权0人 赞成者多数本案通过 请宣读第110案 国民党党团提案 国防部海军司令部一般装备像 办理前建国造第二阶段原型建筹建 冻结50% 但国防部提出专案报告并进行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同意后使得通知 宣读完毕 针对本案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twitter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出席93人赞成31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 报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处理党团新增提案部分 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新增弊案 国民党党团提案 原要求外交部于6个月内提出外配基要人员领选办法 将外配基要人员之必要资格确定杜绝酬庸争议宣读FB 针对本案民进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吧 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出席86人赞成29人反对5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民进党党团新增立案 民进党党团提案 为使外配基要聘用人员的运用透明化及制度化 原要求外交部于6个月内就现行规定及运用现况提出检讨及精进计划 宣读MB 针对本案民进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讯 表结结果出席83人赞成56人反对13人弃权14人赞成者多数本案通过 现在进行经济 管碧林委员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跌入公报记录 现在进行经济委员会保留部分 请赖委员瑞荣发言 赖委员瑞荣 主席各位 中国在去年的8月爆发非洲猪瘟疫情 对台湾来说造成一个相当大的危机 特别是在20年前我们的口蹄疫所造成的重大的一个产业上的损伤 那如果传进了台湾的话 依旧会对台湾的这个 租资的产业相关会造成2000以上的一个损失 所以我想农委会在今年8月后 去年8月就积极来做相关的回应 那我们给予肯定跟支持 那事实上在立法院这边也积极的修法 透过在去年的11月30号的时候 三读修法提高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的45条罚欢 提高到100万来遏止这个恶意的带进来的行为 那也希望旅客 不管是国外的或者是相关的大陆的旅客 来到台湾的时候都必须要注意 这个安全不要携带这个肉品进入 那另外同时间也增订了 简易物的一个禁止 邮递寄送输物这样一个办法 希望来遏止 那这样状况 那事实上今天 时代力量党团所提出来这个案子 我想这个行政也积极在做处理 希望能够阻绝疫情于境外 避免传入到国内 但是以现行的条文里面 在入出国及移民法第18条里面 就有规定 禁止攜带为禁物 如果攜带的话可以禁止入境 所以我想我们支持行政院的团队 以一个合无比例的原则 那对于恶意重大的一些违规的部分 来阻决它再次的入境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依现行的相关的办法 就可以进行处理 那另外针对于125案的部分 冻结现行矿权展延的事情 那在2017年3月22号其实就已经冻结了 那苏院长也邀急了朝野协商 那目前也把这个案子 冻结矿权展延到今年的6月 那我们希望朝野政党都能够支持 朝野协商的结论 那一起为我们的环境来共同努力 谢谢各位 接着请周陈秀霞委员 好 谢谢主席 各位委员同仁 大家辛苦了 感谢各位同仁在这几天一起 非常辛苦的完成了我们总预算的协商 在朝野彼此之间沟通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非常认真的针对政府的预算 做出了严谨的审查 亲民党团也很负责任努力的表达出 我们对政府的期许跟监督 尤其是在国际保护主义兴起 以及中美贸易战争等等 许多严峻的因素之下 所产生的经济发展相关问题 政府要如何去做解决 例如低薪的问题 台商回流的问题 以及产业缺工缺水缺电缺地等等 这么多的问题我们也提出了许多的案子 希望政府能够重视这些问题 加强去做处理 最后在朝野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们也得到了各部会的承诺 加速去解决问题 而目的就是希望 让台湾能够在诡决的国际局势当中 维持台湾的竞争力跟经济发展 再来就是防疫的部分 亲民党团针对粮食的安全 勤累、检疫以及严峻的非洲租瘟情势 我们非常明确地表达 希望政府能够加强防检疫的相关工作 特别是防止疫情扩散 加强宣导禁止攜带 未经检疫的肉品入境等等 同样在朝野的共同努力之下 政府迅速地承诺会更努力地执行相关工作 以确保我们的群处产业链健全的发展 让民众能够吃得更安心 最后我还是要重申 经济的发展是不分蓝绿的 建设也不应该有党派之分 特别是国际经济轨绝多变的情势下 政府要如何去协助产业发展 让台湾继续维持竞争力 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 这必须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期盼在新的一年里 台湾能够更好 也能够更圆融更和谐 感谢大家 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接着请高禄以用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 时代力量党团在经济委员会相关预算协商 总共提出31案 其中有3案被保留 首先我们要强调的是 关于经济部面对矿业法修法的态度 经济部处理雅尼矿业权 在未经环平及原住民族智商同意权前 及给予展现 迄今已经两年 草案虽已出委员会等待协商 却持位二三读 执政党虽曾将矿业法列为优先法案 但面对法案癥结问题 在经济部消极怠惰的态度下 优先法案儼然成为最后处理甚至不处理的法案 而国民党手握召集协商的权力 却也迟迟不召集协商 这种打假球假改革的态度 时代力量党团不能苟同 也因此我们提案要求经济部拿出修正矿业法的决心 而立法院也因在第七会期开议后 尽数重新召开党团协商 排审矿业法 另外面对来势汹汹的非洲猪瘟 如何正确快速进行防疫宣导 农委会十股过半的财团法人封年社 其经营的农传媒在近期宣传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然而近期农委会及封年社之间产生诸多人事争议 却造成外界疑虑 作为媒体保持独立及专业性是第一要求 也因此时代力量党团提案 要求农委会因检讨封年社经营农传媒之定位 贯彻党政军退出媒体的原则 使封年社与农传媒妥为发挥农业资讯传播的工作 而就管制边境杜绝非洲猪瘟病毒入侵台湾之工作 已经是国安层级 因此农委会应该会同移民署 研议直接禁止攜带检疫物的旅客入境 建议确保我国养住产业 不让1997年口庭义重创台湾的产剧重演 此外 在去年公投后 台湾能源政策宛如迷航 时代力量始终秉持非核家园 绿色能源 环境有序的理念 时代力量也要求经济部在思考能源政策时 也能秉持相同的理念发展 开发各式的能源 最后面对台湾经济M型化问题 公平正义是核心价值 产业面如何强化中小企业 创新企业与绿能产业发展的政策 建立公平的产业竞争环境 农业面如何保障农地农用 协助在地农业与创新农业的发展 提升粮食自给率 建立友善的与有序的农业发展环境 各党团代表均已发言完毕 现在处理经济委员会保留部分 请宣读第125万 时代力量党团提案 提案请经济部于矿业法修正通过前 农结矿权展盈核准 直立法院第九届会期任期结束为止 宣读完毕 针对本案民党团 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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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出席80人 赞成7人 反对56人 弃全17人 赞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第242案 时代力量党团提案 提案要求农委会未来不得派任正副主委至封年社长期担任董事长职务 对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78人赞成5人反对56人弃权17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第243之1案 时代列党团提案 提案要求能委会会同内宣布 针对新入违禁品或简易物质旅客 未能侥幸以我国法令应缴纳这税捐 罚魂罚金及其他工法上知机前级负责不得入国 宣读MB 针对本案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 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打败 打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表决结果出席80人赞成5人反对55人弃权20人 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 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处理党团新增提案部分 请宣读时代力量党团新增提案 时代力量党团提案 鉴请南园局严厉具体推动方案 并与中央严厉通案限制之奖励补助办法 出击拉动国内相关传业链结 亦臂力积极作为落实偏远及原住民族地区之南园战役 宣读完毕 针对本案民党团实在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中文字幕提案 中文字幕提案 表决结结果 出席89人 赞成9人 反对57人 弃权23人 赞成则少数 本案不通过 报告院会休息5分钟 休息之后继续开会 现在休息 中文字幕提案 板坏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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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陳志明議員 保安委員 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財政委員會保留部份 首先我們請黎委員彭軍 發言時間三分鐘 主席 還有各位同仁 這次親民黨黨團在財政總預算當中 針對提升政府資源的應用效益 確保政府債務的穩定及完整金融消費保障面向上 提出相關預算法案 當然我們也看到108年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列 其實已經突破了兩兆 這個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規模 而日益的沉重財政支出 我們要求政府更應該要審慎的確保 資源的分配是否妥當 因此我們在這個地方必須要通盤的檢討 目前所存在的基金電界的亂象 而在金融消費保護的部分 千民黨黨團要求金管會 要正視目前社會上泛濫的非法吸金詐騙集團 對金融秩序的迫害 強化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 另外對銀行行員盜領事件的平傳 我們也要求金管會 應該對銀行內部的積核跟管控 還有資安的部分的防護 要加強的督導 最後其實親民黨黨團保留的稅務獎金 稅務獎勵金和光務獎勵金的預算刪減案 我們認為其實高達上億元的獎勵金的編列 應該要有法源的依據 我們不是在抹煞基層的第一線的稅務人員執行業務的辛勞 而是獎金的發放的標準應該要公平而且要明確 並且要有一致性 因此我們希望財政部 人事行政總局和考試院應該要儘速的要來會商 讓稅務獎勵金的一個制度化 以完善獎金的發放的合理性 其實政府不能把人民當小偷 也不能把人民當賊 你用這種變相的獎勵金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覺得社會上面來講 這個是沒有辦法有一個公平正義的 所以在光務獎勵金的部分 而以台北官僑下的四大倉儲員工 利用獲占倉儲走私百億毒品入關一案 對社會秩序造成重大的危害 不久前政府才編列了四年一百億的預算 來落實反毒工作 如果因為光務署的管理書是 重放百億毒品入國 那這個不是一種諷刺 反而是我們覺得 親民黨在這個地方 更應該要堅持一貫的立場 所以我們強烈的要求 光務署在毒品方面的把關上面的責任 是應該要富起來的 更要保護下一代的責任 謝謝李委員 下一位請徐委員永明 主要是針對財政部所編列的稅務獎勵金 預算主張全數刪除 過去所謂的查稅獎金 被批評為稅務人員 為了拿這個獎金 專門找小老百姓的麻煩 觀感不佳 大家有批評 甚至監察院也檢討 後來名字改成稅務獎勵金 但是換湯不換藥 本質還是一樣 事實上稅務獎勵金的發放 沒有法源依據 只是根據財政部一個作業要點 每年就能編上億的預算來發 連辦理路跑 球賽 修電腦 辦公室修善 都可以領獎金 領獎的人數比國稅局的編制員額還多 而且官越大 領得越多 過去還發生財政部 某個單位 拿了24萬的獎金 主管自己領了8萬5 其餘的錢拿去買橘子 吃尾牙 基層員工沒有發到獎金 只拿到一箱橘子 獎金的編列 沒有法源依據 分配方式亂七八糟 根本是巧立明目 變成主管的小金庫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絕對支持財政部本於職責 茶器逃漏稅 尤其是針對幾個逃稅大戶加強茶器 但我們反對 沒有法源依據的稅務獎勵金 因此預算協商時 時代力量也有提出全數凍結 等到法制化以後再以解凍的選項 很可惜財政部踢皮球 說這還沒辦法處理 繼續還編這樣一個沒有法源的預算 財政部推託給其他部會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堅持全數刪除 其實其他黨團也有類似的提案 甚至我們執政黨團在在野的時候 對於過去的查稅獎金 現在的稅務獎勵金也是批評很多 可是目前的情況應該要予以解決 所以跟各位報告 過去各位黨團的提案 大家立場是一致 所以希望等一下在處理的時候 大家能一致支持 讓沒有法源的稅務獎勵金走入歷史 如果真的要發放 真的要查稅 讓我們讓它法制化 這個事情立法院一定要來面對 謝謝各位 謝謝習委員 下一位請王委員榮章 許委員遇人聲明 對剛才所有之表決 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記錄 請王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今天在財政委員會的這個部分 有非常多的委員以及民間的團體 關心財政部所編列的稅務獎勵金 本期在這邊要跟大家說明 稅務獎勵金並非是查稅獎金 查稅獎金早在民進黨上一次執政的時候 在民國93年4月21號 我們已經廢除了查稅獎金 在稅務獎勵金的這個部分 有人認為其實就是查稅獎金的借私還魂 但是事實上稅務獎勵金 是在民國78年1月16號的時候 就已經有所謂合法稅務獎勵金作業要點 他在刪除查稅獎金之前 就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要點訂定 而且他是依照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知己條例的相關規定 來做編列的 這個條例不單單有稅務獎勵金 我們包括官務環保警政衛生機查行政執行等等的人員都有這樣子的一個獎勵 有委員同仁認為 外界也認為這個沒有法源的依據 但是事實上按照司法院 是至第391號以及520號的解釋 預算案在立法院通過和公佈的手續 就是法定的預算 它形式上與法律相當 而且視為措施性的法律 事實上我們不是沒有法源的依據 而是沒有法律的授權 這是我們人事行政總處 應該要來努力在這一個部分的話 把所有的獎金制度能夠訂定相關的法律依據 在稅務獎勵金的這個部分 不是只是查稅的績效 這裡面有多元的指標 包括為民服務、行政救濟、教育宣導以及稅務風紀等等 而且不是按照個人的績效 最主要是按照團體部門的績效來訂定獎勵金 各位委員同仁 超過一萬兩千位以上 我們稅務及相關的行政人員 我們在108年度編列一億三千多萬的預算 平均每人每個月不到八百塊 區區這樣子的一個數目 希望就是說不要污名化稅務人員 對於有志於租稅改革的團體 更應該要慎思民辯 不應該以而傳而 稅務獎勵金不是稅收超過預算數的原因 我們在肯定激勵我們的稅務人員 在這一個部分 請各位支持民主進步黨相關的提案 讓我們的稅務人員能夠得到好的激勵跟鼓勵 謝謝 謝謝王委員 所有登記 發言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報應會 現在時代力量黨團撤回協商保留之提案共124案 請議事人員宣讀 時代力量黨團撤回 同意撤回下列預算提案 財政委員會主計總處第三案 審計部級6直轄市審計處第17、19、20、21、22、23、24、25、26、27、28、29、30案 財政部第34、6、3、8、13案 國庫署第86、104案 負稅署第154、155、156、157、158、159、160 161、165、166、167、172、175、176 178、179、180、181、184 185、186、187、188、189、190 191、192、193、194、195、96、197、198、199、200、202案 五區國稅局 台北國稅局第208、209、201、0案 高雄國稅局第213、214、215案 北區國稅局第218、209、220案 南區中區國稅局第223、226、227案 南區國稅局第233、234、235案 官務署第236、238案 國有財產署第290、291、292案 財政資訊中心第295、296、297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第301、302、303、304、305、306、307 311、312、315、318、319、320、322、323案 銀行局第346、354案 偵券疾獲局第372、373案 保險局第380、381、382、383、384 385、389、390、396、397、398、399、400案 檢查局第407、408、409、410、411、412、413、420、421、422、423、424、425、428案 宣讀完畢 發言會 針對時代力量黨團撤回協商保留之提案 座以下之宣告 時代力量黨團撤回提案共124案 均不予處理 陳奈蘇美委員聲明對剛才所有之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記錄 請宣讀第31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提案全數刪除財政部付稅署及五區國稅局相關單位編列至稅務獎勵清預算 財政部付稅署應引引相關獎金法徵化式方案 比例制度之正常化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表決 針對第31案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進行と期待 速報告記入 表決結果 出席85人 贊成8人 缓对53人 蓄权24人 贊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第31至1案 民进党党团提案 原请财政部就税务奖励金制度 发放请行等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 并请财政部切实阻挡税务金管人员 务必秉持公平和理之茶税精神办理业务 不因为茶税而过不中饶民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表决 针对第31至1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高金委员树梅声明 对刚才之表决与清民党党团意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陈委员晋明声明对今天下午之表决 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请各党团针对自己的提案要看清楚 出席 表决结果 出席81人 赞成73人 反对3人 去全5人 赞成者多数 本案通过 现在进行第152案 请宣读 委员薛永明等提案 财政部副税署 一般行政人员维持税务奖励金 全数简列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表决 针对第152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 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清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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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雄、邱委員太元聲明 對剛才之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紀錄 製作人員 表決結果 出席90人 贊成10人 反對53人 去前27人 贊成者少數 本案不通過 請宣讀第206案 委員選我們檔提案 財政部台北國稅局一般行政人員維持稅務強勵金 簡列23232千元 宣渡完畢 現在進行表決 針對第206案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 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謝謝 表決結果 出席89人 贊成10人 反對53人 去全26人 贊成者少數 本案不通過 请宣讀第207案 亲民党团提案 台北国稅群一般行政向下人员维持稅务奖励金 奖励金编列23232千元全数简列 宣讀完毕 现在进行表决 针对第207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陈委员停辉声明 对刚才之表决 与民进党党团一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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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表決結果 出席92人 贊成13人 反對54人 去權25人 贊成者少數 本案不通過 請宣讀第211案 委員薛用名單提案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一般行政人員 維持稅務獎勵金1550萬四線元全數簡列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表決 針對第211案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終於是 雙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决结果 出席92人 赞成12人 反对54人 去权26人 赞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第212案 亲民党党团提案 高雄国税局一般警政向下人员维持税务奖励经编列15504建议员全数简列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表决 针对第212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表决结果 出席90人 赞成17人 反对54人 去权19人 赞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第216案 委员徐永明等提案 财政部北区国税局及所属 一般行政员维持税务奖励金 简列2535万6千元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表决 针对216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决结果 出席92人 赞成9人 反对54人 去全29人 赞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第217案 亲民党党团提案 北区国税局及所属一般行政向下人员维持 税务奖励经编列25356千元全数简列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表决 针对第217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好 好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表决结果 出席91人 赞成18人 反对54人 去全19人 赞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221案 委员新用名等提案 财政部中区国税局及所属一班行政人员维持税务奖励金 简列21732,000元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表决 针对第221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 时间一分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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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再询问院会 表决结果 出席93人 赞成18人 反对54人 去全21人 赞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 现在宣读222案 亲民党党党团提案 中区国税局及所属一班行政上下人员维持税务奖励金编列21732,000元全数简列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表决 针对第222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 时间一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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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贊成21人 反对53人 去全18人 贊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第231案 委员薛永明等提案 财政部南区国税局及所处一般行政人员 维持税务奖励金 全数简列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表决 针对第231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 要求纪明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有民进党团及时代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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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团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 出席92人 赞成14人 反对54人 去前24人 赞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第232案 亲民党党团提案 南区国税局及所属一般行政向下 人员维持税务奖励金 编列16512千元全数简列 宣读完毕 针对第232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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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結果 出席 93 人 贊成 21 人 反對 54 人 去全 18 人 贊成者少數 本案不通過 請宣讀第 237 案 親民黨黨團體案 官務署及所屬一般行政向下人員為此 官務獎勵金編列 23000 千元 全數簡列 宣讀而逼 現在進行表決 針對第 237 案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外國人特地會停泊 麻煩你吃了嗎 要喝issent了嗎 那道菜 要喝點 要喝點 大酒 大酒 表決結果 出席93人 贊成13人 反對57人 去全23人 贊成者少數 本案不通過 請宣讀第294案 时代力量党團提案 为避免传统领域 仅因未精化式核定程序 即不践行原住民族基本法 屠生争议 应有原住民族委员会 协同物理事业主管机关 要求业者先函询原住民族委员会 今函询确认有提出者 开发案应先予以实现 原住民族基本法 諮商同意相关规定 以保障原住民族集体权利 宣讀完毕 现在进行表决 针对第294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 及时代力量党团 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做出起来 不知欧 廊坚值 率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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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力量党团提案 金管会银行局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 业务费交易训练费冻结34% 金管会银行局一个月内提出专案报告经 同意后使得动知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表决 针对第339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 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表决结结果 出席91人赞成5人 缓队58人去全28人 赞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第340案 金管会银行局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 业务费决定费冻结34% 金管会银行局于一个月内提出专案报告经 同意后使得动知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表决 针对第340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表决结结结果 表决结结果 出席91人赞成6人 缓队58人去全27人 赞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第341案 第341案 新时代力量党团提案 金管会银行局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 义务费通讯费 冻结34% 金管会银行局于一个月内提出专案报告经 同意后使得动知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表决 针对第341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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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缓队57人去全26人 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 报言会 时代力量党团保留部分第342案以下 之保留提案均予以撤回 我们就不予处理 我们鼓掌一下 报言会 现在继续处理党团新增提案部分 请宣读时代力量党团新增第一案 时代力量党团提案 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及所属 国有财产业务冻结30% 四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及所属 研议处分于援助民族传统领域 及国有财产兼之具体审议机制 并向财政委员会提出 经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知 宣读完毕 针对时代力量党团新增第一案 现在进行表决 针对第一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 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高路移用委员声明 对刚才之表决 与时代力量党团意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中文字幕志愿者 表决结果 表决结果 出席92人 赞成9人 缓队58人 去全25人 赞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 现在进行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保力部分 首先我们请红委员持庸发言时间三分钟 主席 主席 同仁 大家好 在教育委员会的预算审查里面 首先我要讲到的是故宫 在108年度预算的审查的时候 我想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尤其是在马前政府的时候 引发外界高度争议的大故宫计划 那现在调整为新故宫计划 这个计划呢 当时候在审查的时候 连计划要怎么做 要怎么执行 都说不清楚 而且呢 执行的进度也没有掌握好 也跟相关的一个单位跟团体也没有好好沟通 所以呢 在预算审查的时候 在委员会甚至一度中断审查 后续再排专案再继续审查 但是呢 最后终于在委员会 达到了共识 做出了108年度预算的一个简列数跟冻结数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 我们在协商的时候呢 其实一直都在讲说要尊重委员会的一个决议 但是呢 在故宫的审查的时候 院长又突然说 他要回三减的这两亿的预算 我们也觉得非常非常的荒谬 只经过了三个礼拜的时间 院长又突然觉得他可以做得到 要回我们删除的一个预算 我们真的可以感觉到 故宫并没有做好应该要有的准备 所以呢 在这边我们还是要呼吁故宫 在新故宫计划 以及北故宫跟南故宫 接下来的一个社长 跟海外界长的一个安排 要更审慎用心 不要再状况外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教育部 这一年来其实我们一直非常关心 大专以上学生的实习权益 学生他是教育的主体 实习是为了教育的目的 不是被学校或是财团 当作廉价的劳工来压榨 我们不断的督促教育部 要尽快的提出实习的专法 但是一年拖过一年到现在 还是没有提出来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预算的冻结 跟专案报告 希望教育部在下个会期 一定要将相关的这个法案送到立法院 那当然现在 教育部所推的国际合作 跟南向计划 这些大方向我们并不反对 但是执行的成果 让我们非常的质疑 大家都看到 很多的国外学生被骗到台湾之后 却去打工 甚至到屠材场去工作 那这些事情呢 教育部呢 不是毫无作为 就是后知后觉 我想过去这一年 教育部换了三个部长 我想这是极其荒谬的事情 那过去这个 不管是校长临选的问题 或是亚太 他到最后被财团绊倒了 好 现在已经停办了 也被法院来批判说 教育部待乎職守 我们要讲的是 教育部真的要好好的加紧脚步 不要 谢谢红委员 下一位请吴委员施瑶 主席各位同仁 大家午安 那非常感谢朝野的协商代表 在这段时间参与协商 在教育文化委员会 共有两案保留在今天的大会要进行表决 其中一案是教育部的 既职教育的行政及督导的部分 予以删减2000万 并冻结五分之一 另外一案要表决的是 有关故宫前往东京来举办 严真卿的书法展的宣传行销 要求进行主决议的表决 那本席在这里代表民进党团 那说明我们希望免于简列 免于冻结 并删除该项主决议的几个理由 首先在教育部的 既职教育行政督导向下 既职教育行政革新 与国际交流及评鉴的这个预算里头 民进党团认为 现有补助各个产学专班 新南向如果发生执行的疏漏 经检讨是制度面不足的部分 应当在制度面来予以精进 如果是制度已经完备 而是执行有所落差 当然应当加以来改善 所以经过教文会的讨论 我们已经责成要求教育部 就以下的面向来严格落实 包括未来的新南向产学合作专班 每学期的查核作业要严格执行 从课程规划 教学安排 生活辅导 教学品质等等 都一定要严格查查 第二 也要求教育部应当强化 跟劳动部的跨部会合作 依劳动 依现有就业服务法50条的法律授权 如果查有疑似厂商剥削学生 来违法超时打工的情势 将扩大 来积极移送劳动部 来依全责来办理 那最严重的 大家关心 如果有违法情势 一直没有加以改善 那我们在后续财阀 则要求教育部要即刻停止 该校的后续的各班别的一个招生 扣减他的招生名额 并且扣减相关的奖补助款 最严重的 我们也要加强罚则 只要违反招生规范 都将该 将该校列入专案的辅导学校 并且来移送 检调查处 因此相关的制度跟执行 相对完备 希望大会能够支持民进党团 免于删减 免于冻结 该项预算 而有关故宫这一次 非常不容易 争取在2019 即将在下周1月16号开展 在东京博物馆举办的 颜真卿的书法展 那国民党团认为相关的宣传不足 并没有把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宣传字样做强化 那经我们的要求 我手上拿的 就是现在 东京博物馆已经改善 而且现在所有的 其特大 以及特大的 各大 都有非常清楚的 来自台湾的国立 人数的 社会的严重性的 主要的国道的展示 这也特别跟大家报告 相关会委员 非常重视 好 好 谢谢 吴委员 哈哈 谢谢你 下一位请高精委员 素美 谢谢 秦民党在教育和文化文会部分提案的重点有 我们希望教育部要加强 公佑课后 留园服务 还有寒暑假的托育的规划 对于台湾面临少子化的问题 也要赶紧提出对策 另外呢 在对于体育署的部分 我们要求评估设立运动观光以及东迅基地可行性 面对文化创意发展的部分 我们认为文化部目前对于文创的产业只有单一贫乏小确信 为什么呢 因为缺乏了也默示了历史必须呈现出来的完整性 所以呢 我们的文创最后只剩下廉价庸俗的消费行为 那另外呢 对于在保留的提案部分 亲民党团针对教育部106学年度开办的办理 新南向产学合作的国际专班的规划执行 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认为这个政策的推动和执行 缺乏了监督考核的机制 于是它衍生出不少的乱象 我们认为招生问题导致学校 必须要仰赖仲介或者跟仲介人力合作 所以会让部分的专班学生沦为学工 不仅仅让外籍生深感来台湾受骗 也严重的影响台湾高教的声誉 重创我们的形象 另外呢 亲民党团也一再的要求 针对国内实习生的权益应该要有更明确的保障 需要制定实习专法 而这个部分的教育部也拖了快两年 所以我们要求教育部能够赶快来制定 国内也保障台湾的我们的学生 另外呢 对于原住民族教育法 我要谢谢国民党团 让我这次有机会也可以当招委 所以呢 我推动了原住民教育的专法 我也要谢谢民进党团的在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委员们 尤其是中嘉宾委员以及苏巧会委员你们的支持 在你们的支持下呢 我们的原住民的教育法终于送出一读了 那么还有一点时间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原教法呢是在1999年的 也就是87年开始制定 在制定的当中有四次的修法 这四次的修法呢 第一次是因为配合台湾地区的教育厅 第二次的修改呢 我们是针对预算的部分 第三次的修改呢 为了针对公费生还有失支的培育 原住民失支原额的比例 那么第四次的修改呢 我们把原来的1%的预算调整到1.9% 而这一次是因为我们希望转型正义 转到原住民的教育 所以我们希望大幅度的修正原住民的教育法 让我们来做一个真正的原住民族的族人以及孩子 所以我们要建构一个完整的原住民的教育体系 最后希望二读协商的时候 在场立委也能够支持 谢谢 谢谢高津委员 所有登记 欢迎的委员均已欢迎完毕 我们现在就来处理 报言会现在处理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保留部分 国民党党团撤回第18 第207案均不予处理 请宣读第62案 亲民党党党团提案 教育部技术职业教育行政及督导 开始时间一分钟 中委员嘉宾声明 对刚才所有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党团意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道年党党团提案 内容 为了具 表決結果 出席89人 贊成24人 反對57人 拒權8人 贊成者少數 本案不通過 現在進行交通委員會保留部分 首先我們請劉委員趙豪發言時間3分鐘 院長 各位同仁 大家午安 在去年的10月21號發生我們全國大家都非常沉痛的回馬重大交通事故 到現在也將近三個月的時間 在這裡 本席要非常帶著沉痛 但是也要非常鄭重的心情 再次的要來呼籲我們的司法機關 要來接續我們的行政機關的調查之後 要來針對所有在這個事情當中 應該要負起責任的相關人員 要來進行司法的最後的一個調查以及判斷 另外針對於真相的部分 整個事故的發生 無論是包括整個普雲馬號列車 從採購到整個鐵路局的管理 及事發當天10月21號 到底是誰讓這個 根本不該出發的列車 加以行駛 然後發生這樣一個慘痛的悲劇 種種的事實 我們要求所有的相關機關 應該將真相還原 給所有的受難者 給所有的社會大眾 特別是台東鄉親一個完整的交代 另外針對懲處的部分 從採購到整個交通部的管理 除了前鐵路局陸局長 因此下台之外 我們看到了 只是行政上最大的一個大過的這樣的處分 我們認為這樣的處分 不足以對我們全國人民做一個交代 最後根據我們對於後續的這樣的相關的處理 包括對罹難者的補償 還有對在這次事件當中 現在仍然在醫院裡進行治療 還有或者是雖然身體上是受到輕傷 但是心理上受到非常大創傷的所有的乘客 我們要求相關機關不能因為這件事情 經過了三個月之後 而讓他試過境遷 也必須拿出更具體的方法 無論是對罹難者 或者是現在正在醫院進行相關的治療 復原 無論是在肉體或精神上復原的所有的乘客 必須給予最大的妥善的一個照顧 當然我們要求交通機關交通部還有行政院 讓從這一次的悲痛的慘劇當中 給我們台東的鄉親一條安全回家的道路 讓所有的事故不再發生在這塊土地上 讓每一個台東的鄉親 每一個台灣所有的人民 能夠平平安安的回到自己的家裡面 這是我們本席 針對我們普雲馬事件 發生到今天將近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謝謝李委員 下一位請周城委員秀霞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親民黨在這一次的預算審查當中 維持一貫以民眾利益為主的立場 強力的要求政府要在交通基礎建設方面 必須要如期確實來完成來確保民眾的權益 不要去受影響 在蘭嶼地區的交通 常年為人所詬病 他在旅遊旺季的時候 常常是一票難求的 這不僅僅損害到島上居民的權益 同時也影響了蘭嶼的觀光推展 親民黨原此要求交通部 要拿出具體的改善措施 不要讓蘭嶼的居民成為二等公民 金門以及馬祖港府建設進度也是落後的 公期也不斷的拉長 親民黨團也提案要求要儘快的把這個進度趕上 另外每年的交通造勢案件不斷的增加 有超過一千五百人死於車禍 交通部的道路交通安全政策顯然是需要再加強 親民黨團也在這個部分提案 並持續的給予監督來守護用路人的安全 針對觀光局推行的光紅專案 親民黨團贊同要維持現行的提振觀光的方案 但是同時要求觀光局必須建立相關的配套措施 來加強旅客來台以後的後續管理 以及跟旅行社之間的溝通與教育 不要因為可能有爭議就不管 更重要的是政府應該要加重核發簽證以後的責任 不要再拿國內的旅行業者來當墊備 交通基礎建設為是發展經濟的首要之務 所以親民黨團呼籲要拋開黨派之爭 和眾人之力來完成交通建設 謝謝 謝謝周城委員 下一位請黃委員國昌 去年10月21號普悠瑪的悲劇 院長 人員委員 帶給台灣社會非常深層的傷痛 我們相信沒有任何人樂於看見 這樣一個重大傷亡的慘劇在台灣發生 如果說這件事情單純的是意外 事後有認真的究責查明真相 我相信這些傷痛一定會隨著時間而過去 但是讓所有的罹難者家屬 到今天沒有辦法諒解 沒有辦法原諒的事情是 從事故的第一時間開始 我們的交通部 我們的鐵道局 我們的台鐵 沒有反省 一再的說謊 一再的遮掩真相 從一開始說 那個列車才剛完成六年大保養 後來發現根本沒有做 說主峰崩很少故障 結果發現故障的次數上達百次 一直根本沒有修好 甚至於歷經了兩次所謂行政院的調查報告 報告所呈現出來的結果 沒有真正的救命事故的真相 沒有認真的檢討 大家看到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謊言 一次又一次的傷害受難者的家屬 更讓大家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是 我們的行政院院長賴清德先生 就在這個國會殿堂裡面 他所做的承諾 再來本院進行專案報告的時候 所以要告訴大家真相 結果呢 在這邊進行總質詢的時候 連發生事故的阻風暴 充滿了雜草 泥土 羽毛 早就調查出來的事實 可以選擇遮掩 可以選擇掩飾 但是在這裡被戳破謊言以後 我們的鐵道局 竟然跟媒體放假消息 放假新聞 說維修手冊上根本沒有說要清潔 這一次又一次的謊言 一次又一次被拆穿了以後 大家看到的是什麼 大家看到的是 有三個所謂的局長被紀大過 一個半退休 一個在觀光局當局長 另外一個現在在另外一家公司當董事長 這是什麼樣的懲處 沒有真相 沒有究責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辦法 給受難者家屬一個交代 我們為什麼保留 刪除鐵道局局長特別費的案子 這是最起碼要做的 到目前為止 他們還等不到真相 我們期待 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 我能夠深入 還給這些普通法 以待整個真相 一個公號 一個真相 謝謝黃委員 那麼各黨團退派的代表 均以化言完畢 我們現在來處理交通委員會保留的部分 請宣讀第152案 時代勒浪黨團提案 交通部鐵道局 一般行政特別費全數凍結 四交通部鐵道局 於一個月內調查完畢 並對外界說明後 提出完整檢討專案報告 並赴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進行專案報告 經統一後使得動支 宣讀完畢 那麼針對第152案 在協商的過程式保留 最後也徵求各黨團的同意 152案我們就召喚通過 請問院會有意 無意本案召喚通過 那麼我們現在處理黨團新增提案部分 請宣讀國民黨黨團新增第一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原要求高工局針對國道一號五陽高價工程計畫問題檢討改進 研議於計畫內增設北上出口南向入口雜道之方案 以提升大桃園地區交通便利與生活品質 擴大國道系統對鄰近地區支付功能 經速辦理後續規劃設計 並於三個月內提出進度書面報告 讓中立民眾享有真正的便利 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針對黨團新增第一案有意 無意本案召喚通過 請宣讀國民黨黨團新增第二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要求交通部應於一個月內完成國道一號厚禮 專畫高價道路掀起評估作業 並於評估作業完成後盡快完成可行性研究 據已辦理後續環境影響評估與規劃設計作業 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針對國民黨黨團新增第二案有意義 沒有 好 沒有意義 那本案就召喚通過 請宣讀國民黨黨團新增第三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要求交通部應於三個月內完成國道一號厚禮彰化高價道路掀起評估作業 並依評估結果盡快辦理可行性研究等後續作業 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針對黨團新增第三案有意義 那你們第二案都沒有意義啊 所以第二案要有意義 所以第三案才能夠修正第二案 所以你們都沒有意義啊 那你們怎麼 這個大家都支持你你就測案就好 這一案就測案 那我們重新宣告 重新宣告 國民黨黨團第二案 國民黨黨團第二案 测案 我們就不予處理 現在處理國民黨黨團新增第三案 請問 院會針對第三案 有意 無意 本案召喚通過 那麼請宣讀時代力量黨團新增第一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交通部觀光局及所屬國家風景區開放與管理 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 凍結八四八七七零千元 四交通部觀光局就位於原住民族地區之風景區管理處 建行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制行政程序 並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代委員會同意後使得動知 宣讀而畢 請問 院會針對時代力量黨團新增第一案 有意 趕快看一下 趕快看一下 你們不要 有沒有意義 好 有意義我們就進行表決 針對時代力量黨團新增第一案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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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結果 出席92人 贊成7人 緩隊59人 去全26人 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現在進行司法及法治委員會保留部分 首先請州城委員秀霞花園 請高津委員樹梅花園 主席各位同源 全國的同胞們 我想在保留提案方面 我們針對促轉會的預算 親民黨團主張是全數凍結 主張全數凍結的理由有三個 第一個 目前促轉會正副主委都出缺 我們需要行政院重新提名 因此在提名還有行使同意權之前 相關的預算本來就應該要凍結 第二個 現在代理的主委 他在推動促進轉型正義的工作上 有嚴重的偏差 所以親民黨團認為 促轉會最重要也最急迫的工作就是 還原歷史真相以及司法的平反 也就是對這些政治受難者的平反 不僅僅只是實質的給他補償的平反 最重要的是尊嚴的平反 促轉會成立到目前為止 宣告撤銷政治受難者的罪名 僅僅兩百七千 兩千七百七十五個人 而根據調查總數 大約應該是一萬三千四百件 為什麼促轉會不去加速平反 其他這些受難者呢 那麼第三點我們認為 即使現在的委員想要去講 但是也應該講求程序正義 也就是先對蔣介石先生的功過 要開會討論 有了定論公布給社會大眾了解 才有所謂的去不去講的問題 現在是程序未走 功過未定 就直接跳到去講改國畢 我們認為這是本末導致的問題 我們最後再次的強調 進行促進轉型正義工作 最重要的就是求取社會的和解 以及公信力的建立 而目前的促轉會已經喪失了這些重要的基礎 因此行政院應該要重新提名 而促轉會的預算也應該要等到新任政府主委就任之後 再給予解凍 這是我們親民黨團的立場 另外對於原住民族的立場我要說的是 轉型正義並不正義 因為切割了原住民族的歷史正義 所以從頭到現在我們認為 轉型正義根本就是一個切割式的正義 我再次強調 雖然現在行政院推出了原住民的轉型正義 但是告訴族人同胞 這些轉型正義條例 並不像民進黨在立法院通過的條例一模一樣 所以轉型正義是假的 謝謝 謝謝高晶委員 下一位請還委員郭昌 院長 委員委員 2016年5月20號 蔡總統上任的時候 得到最多掌聲的是司法改革 結果到去年 我們慶祝雙十佳節的時候 蔡總統在他的致死裡面 從頭到尾不敢再提司法改革四個字 為什麼不敢再提司法改革這四個字 我必須要說 對於台灣社會而言 大家殷殷切切期盼的司法改革 過去這兩年多的成績 讓人失望透底 特別是我們的法務部 換了新任的部長上來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看到的是貪污判刑確定的罪犯 繼續逍遙法外 我們看到的是親父烈雷劍必案 這麼嚴重的事情 結果只起訴了陳慶南陳偉智 而陳偉智還跑了 我們看到了 我們看到了再一次又一次 重大的貪腐 重大的吸睛 造成這麼多民眾 權益受損的案件當中 這一些坐姦犯科的人 可以逃避國家刑罰權的追訴 他們有一個共通的名字 他們共通的名字叫做權貴 在法治的改革上 不管是從反貪腐法治的強化 不管是從氣袍潛逃罪的制定 不管是大家關心的公益吹哨者保護法 一次又一次 我們的法務部 在面對委員質詢的時候 推脫 推偉 色澤 永遠都是說 我們開了會 我們在討論 結果這樣子的法務部 在最近一次 在司法法治委員會進行業務報告的時候 竟然在白紙黑市裡面告訴大家 司法改革成效顯著 我不知道現在的法務部 部長是不是已經完全喪失了跟人民互動 已經完全喪失了自審的能力 我們針對法務部部長 特別被凍結的案子 我可以代表 院長 各位同仁 針對司法法治委員會 一百零零八年的預算 本黨團 提出兩岸 堅持堅持堅定 要求保留 第一岸 堅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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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去改組之後 再去解禁 第二岸 我們要求 所有主委 以及副主委的特別費 全速刪除 我們再一次堅定的表達立場 促轉會因為已經成為東廠 而且最諷刺的事情 這個東廠的名稱 不是外界強加於促轉會身上 而是前促轉會的副主委 自封為東廠 多麼諷刺啊 這樣的東廠還能讓他來執行促轉會所賦予的任務嗎 所以我們要求全數凍結 促轉會的所有的預算 以及全數刪除主委副主委的特別費 我們要再一次強調 促轉會是國家二級獨立機關 應由行政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通過 當時在同意權的行使的時候 主委副主委 專任的委員跟兼任的委員 他們的官職職等都不同 而且是個別行使同意權 今天主委跟副主委都出缺 當然要符合法律的精神 重新提名主委副主委 重新行使同意權 所以我們堅持這樣的原則 民進黨的總召科建民都講 現在促轉會最重要的工作要做什麼 重新贏得全民的公信力才能讓促轉會發揮功能 唯有全面改組處長會委員重啟行使同意權 才能找回處長會的 謝謝林委員 下一位請周委員 村民 院長各位委員 大家午安 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司法法治委員會的部分 在朝野各黨團的努力下 大部分都有完成順利審查 只是很遺憾的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部分 委員會去年歷經兩次的審查 仍然沒有達到共識 最後保留送院會處理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在106年12月27號公布施行 促轉會也是依據上開立法院通過的條例 在107年5月31號掛牌成立 近期有部分的委員 指於助轉會的定位不明有擴權之嫌 但實際上促轉會的前線並非無限大 在促轉條例第二條第二項以清楚的明文規定 促轉會的執掌就是要開放政治檔案 就是要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的遺址 也就是還有貧富司法跟還原歷史真相 促進社會的和解 也就是說促轉會的定位及任務都相當的明確 這些都是經過我國會通過 具有法律位階高度正當性的規定 去年8月我們很遺憾前副主委的失言事件 造成社會重大的風波跟動盪 也影響到促轉會的公信力 但是戳錯話的人已經走了做錯事的人也已經走了 那主委也負起他的政治責任 但是呢在這個此刻的同時 促轉會仍然持續努力的在推動 促轉條例賦予他們的任務 成立至今七個多月來已經有很多的成果 其中最具意義的就是去年公告的兩波 貧富司法不法的撤銷刑事有罪判決 分別撤銷了1270件及1505件 這是台灣民主歷史事實上值得紀念的一刻 促轉會可說是竭盡全力在跟時間賽跑 目前我們已經跨出第一步 還原真相撤銷判決回復名譽 受難者跟他的家屬社會各界都給此高度的肯定 促轉會下一步進行的重大任務 就是政治受難者的補償賠償事宜 以及返還不易沒收的財產 這也是大家最關心最有感的 許多政治受難的前輩家屬已垂垂勞矣相繼過世 我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來進行通盤的調查 儘速來擬定補償及賠償及返還的方案 一刻都不能再等 推動轉型爭議是社會各界各黨團 都有高度共識的國家任務 今天部分的黨團提出凍結或者刪除的預算 不具正當性也不具法律的合法性 各黨團要求補提名政府主委的訴求是一定要做的 時間是轉型爭議的敵人 我們一刻都不能再等 請大家支持促轉會的預算 謝謝 謝謝 謝謝州委員 各黨團推派的代表均已發援完畢 我們現在來處理司法及法治委員會保留部分 請宣讀第42案 委員柯建明 吳智陽等提案 下列案並程處理 一 針對108年度中央政府總算案 關於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管主收之部分 你請全數保留並同委員提案送院會 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員會負責選查 中華民國108年度中央政府總算案之公益算部分 你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並入審查總報告討論 二 有見於促轉會並無經過立法院行使同意權產生的主委 因此提案將108年度促轉會預算全數刪除 等新院長提名新主委 經立法院同意後再予以審查 宣讀完畢 報院會 有關委員柯建明等 你請全數保留送院會處理之提案 因未涉及實質所以不予處理 現在進行處理針對委員吳智陽等提案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請問全數保留意 請問全數保留意 成立法院べ陣 反昇 成立法院 向全數保留意 充必健康 表決結果 出席 96 人 贊成 31 人 反對 64 人 去犬 1 人 贊成者少數 本案不通過 法院會現在處理民進黨黨團新增提案第二案 因本案系針對稅入之提案 所以現在進行處理 請宣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鑑於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系依法設立之機關 依預算法相關規定 本應編列預算收獎國庫 原此鑑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之資料使用費之收入全數照列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處理 針對第二案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 時間一分鐘 兩不準 無症 誰會這樣 解僱 委員會 Better 從心口夢深 簡斯 您 成功 醫生 資訊 真的 是 清瀑 希望 負面 menos MTV 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成者多数 本案通过 请宣读第48案 亲民党党团提案 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编列1亿606万5千元全数冻结 待行政院重新提名主委、副主委及其他委员 并送本院同意后时的通知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处理 针对第48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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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 出席94人 赞成32人 反对62人 去全0人 赞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 请宣读第49案 国民党党团提案 在新政院调查小组都会公布商店请调查是真相 即重新提名初选会正副主委人选 总理法院完成人事同意权审查前 该会108年度预算全数冻结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处理第49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红委员综艺声明 对刚才之表决 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外国民党团体森空没法 gal写 识 您的心 選擇 表決結果 出席96人 贊成32人 反對64人 拒犬0人 贊成者少數 本案不通過 請宣讀第64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促進轉型專業委員會一般行政上下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上下 特別費全數刪除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處理 針對第64案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請說明一下 才能夠復住 記者 再推述 請說明星 寫信 請說明星 請說明星 位置 表決結果 出席96人 贊成32人 反對64人 去犬零人 贊成者少數 本案不通過 報應會現在處理民進黨黨團新增提案第一案 因本案係針對稅出之提案 所以現在進行處理 請宣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鉴請108年度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單位預算案 稅出全數照列 避免影響業務退行及人員薪資發放 宣讀完畢 現在針對本案進行處理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中央在電動日期間 資料 safe 風雨 雨 8時 朝央 天水 投票結果 表決結果 出席95人 贊成65人 反對30人 贊成者多數 本案通過 請宣讀第92-1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原要求行政院長應盡速提名促轉會政府主委人選 送立法院完成人事同一權職審查 宣讀完畢 針對本案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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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表決結果 出席96人 贊成33人 反對63人 去全0人 贊成者少數 本案不通過 請宣讀第111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一般行政上下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特別費全數凍結 四項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專案報告並經同一後使的動知 宣讀完畢 針對本案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臉中文字幕——YK 表決結果 出席92人 贊成5人 緩隊59人 去全28人 贊成者少數 本案不通過 請宣讀第117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全序部一般行政凍結一千萬 代公教人員年資補償金 全力恢復後使得動之 宣讀完畢 針對本案現有民進黨黨團 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臨時常有民進黨 無法審議 並且在這方面 無法審議 無法審議 一旦 無法審議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进行第129案请宣读 委员黄国昌等提案 法务部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为止向下 义务费特别费简列30万元 冻结50万元 要求法务部于2个月内就上开事项之改进进度 提出具体之研议史诚专案报告 并经立法院司法及法系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之 宣读完毕 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给我们关注 拿下空来 搞定 因为我们不怕 义务不费 因为没有出事 你跟他跛下 嗯哼 这就是把那他的意见传达给他不拍 乎 好 表決結果 出席 90 人 贊成 5 人 緩隊 59 人 弃權 26 人 贊成者少數 本案不通過 請宣讀第 131 案 委員黃國昌等提案 法務部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維持上下 業務費特別費凍結50萬元 4 法務部長就傷害順暢於一個月內 向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並進同一後使的動資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本案之處理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高路移用委員聲明 對剛才之表決與時代力量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記錄 在並無權狀態上 民坑 było 製造 jak 市民 民坊 表決結果 出席90人 贊成6人 缓队58人 去全26人 贊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 报告院会 现有民进党党团 针对本次会议1月10日至11日 提出延长开会时间之动议 至讨论四项第一案处理完毕 请问院会有意义 好 无意义做以下宣告 本案照民进党党团提议通过 本次会议1月10日至11日 延长开会时间之讨论四项 第一案处理完毕 现在进行 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保留部分 请洪委员持拥花园 时间三分钟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今天时代力量有新增一个提案 这个提案是针对卫生福利部社家署 108年的预算在一般行政向下的 这个业务费一般事务费做318万的冻结 我想卫生福利部社家署是 掌理儿童权益保障及推动跟执行 以及儿童福利机构业务之间都跟辅导的 这个主要的一个机关 但这两天大家在媒体上面都有看到 新北市永和区一间甲等的托婴中心 招家长指控有多名的托育人员 他长达半年的时间对于幼儿来施暴 包含了用力的暴起 幼儿来剧烈摇晃 或者是用木勺等硬器来打脚底板的事件 而且这都有影片 我想这是很严重来影响的幼儿的权益 所以我们特别提出这个预算的一个冻结提案 那我们也要求这个卫福部社家署 针对这样的一个案件以及类似的案件 依照儿童权法的相关条文 汇整违法的这个托婴中心的名称 以及人员的姓名 一个月内公布于卫福部的网站 并且针对于托婴中心人员的资格 机构的评鉴以及稽查人力 跟它的相关机制 以及未来如何去避免再发生相关的一个事件的议题 在下个会期到社府未还委员会来进行完整的报告 之后才能够动支这笔预算 我想这一个议案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 所以希望大家等一下能够支持 那时代力量也在上一个会期提出了刑法286条的一个修正 针对于李虐佑童的部分提出了加重处罚 届时也希望各位委员能够支持 再来针对于监察院对于中游的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部分 已经通过了环保署的纠正案 那根据这个监察法第25条呢 这个提出纠正之后 相关的部会应该要做出妥善的一个处置 我想这个事件呢 耗费了庞大的社会成本 也重上了我国环平的一个审查制度的公信力 我想环保署难辞其咎 我想在未来 环保署在这个环平法的一个修正草案上面 要怎么样避免 三阶这样的案件的事件再次重演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希望环保署能够提出具体的一个做法 尽快向立法院跟社会大众来进行说明 好 院长 各位委员 大家午安 今天国民党立院党团针对环保署的这个业务费 提案要冻结四分之一 主要的原因是在于环保署 在关塘天然气第三接受站的环平的会议 没有坚持立场 沦为橡皮屠章 而且呢在没有提出报告之前 我们提案呢是要冻结四分之一的业务费 大家都知道 我们未完委员会其实在去年的5月2号 有本席呢 其实有安排了环保署 经济部 农委会 来进行专案报告 而且隔了两个礼拜之后 在5月17号 我们也排定一个视察的行程 前往这个大潭第三接受站 来考察这个藻礁的生态 甚至包括海洋局的副主委也有出席参加 目前中游的天然气接受站 已经破坏了藻礁的地形 而且预备设置的第三天然气的接受站呢 在预定的区域内 还有瀕临危险的这些生物的柴山多杯孔的这个珊瑚 而且中研院东海大学 东吴大学进行的调查 也发现在这一带呢 其实不只是有生物多样性 而且有瀕临危险的这个双头即杀的多只的这个幼鱼 甚至也从这个访谈中知道说 在这个地方 过去也是台湾重要的鲨鱼的鱼货的产区 在去年的9月12号 第337次的环平会议的会议中 中华民国自然生态保育协会的理事长 中研院的研究员郑明修博士 以及其他四位的环平委员 以中油虽然退出了G1的这个有柴山多杯孔 这个珊瑚的区域 但是呢在环平的资料上面呈现资料不足 而且新方案 仍要在外海进行这个田埋田建造港湾 将会实质的改变 藻礁跟珊瑚的生长 对水体的物理跟化学的因素有重大的改变 于是呢 郑明修理事长在内的五位环平委员 已经退出了这个委员会退席巨审 所以呢 环保团体甚至在去年的12月25号 也向内政部地狀请愿要求重新划设 一起海岸保护区 希望能够暂停官塘工业区 工业港的开发计划案 但是没有料到说 在这一次的这个环平的这个会议里面 可以看到说 环保署并没有好好的来 针对这部分来做审查 因此中国民党提案 在环保署没有提出专案报告以前呢 要冻结四分之一的业务费 谢谢陈委员 下一位请吴委员昆裕 各位过来 院长各位同仁大家好 各位同仁对国民医疗 以健康还有劳工福利 以安全还有各种环保议题的关注 个人非常敬佩 所以大家在委员会審查 未完预算的时候 还有在一种预算协商的时候 大家的努力跟专注 个人也非常敬佩 目前在未完委员会里头 保留的第224和 是针对环保署 卫物会的冻结四分之一 然后新增的 针对社家署 卫物会用 行政会用冻结一半 我想这个利益都非常良好 希望提升环保署的还评专业 还有来社家署 检讨改善 针对脱婴中心的 品鉴管理品质 预防逆耳事件 内耳事件在发生 这个利益都非常良好 本席非常赞同 难道你冻结过高的预算 或是过高比例的预算 或过高金额的预算 影响到行政效率 以A屋的推动 结果会适得其还 例如去年刚就职的市长 新任市长 尤其中南部的新任市长 都以平均计改善空屋 作为市政最重要的项目 但是平均计不能只靠 包括将冷泉加热变温泉 或是饼干放在太阳下变月饼 或是把饼干放在月光下变月饼 也不能把工厂 从一楼一到十楼就 产业就高质化 另外改善空屋 也不能说靠口号 比如说上星期好几天空气品质不好 但是台中火力化电厂 已停了五部化电机 空气品质还是很难改善 在这个过程一定有很多的建设 这些建设需要经过环平 环平如果冻结太多环保署的预算 结果让环平效率不佳 影响到地方政府平均计 空气品质也一样 要改善空气品质 要了解各种污染源 那没有经费怎么去了解这些污染源 改善空气品质呢 针对社家属冻结的预算 目前公布人民上 许多的措施现有法律已经 已经有立法 那已经在实施 那针对这个人 从业人员的资格 还有评鉴考核 对投影中心机构的评鉴考核等等 来改善这个投影中心的品质 预防逆有事件在发生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那建议说 我们都利用专案报告的方式 来请社家署还有环保署 来做专案报告 那应该用主决议的方式 来要求做专案报告 那不要冻结这么多的预算 影响到业务的推动 谢谢吴委员 下一位请周城委员秀霞 请回答 请周城委员秀霞 请回答 主席 各位同仁 大家好 在這一次的總預算審查當中 親民黨發現了一些問題 例如衛福部本身的預算 是1830億5000多萬元 不過本席知道在這裡面 有很多是法定義務的支出 向政府應該分擔的健保費用 就是1658億2000多萬元 而衛福部本身可以運用的業務費 只有13億1000萬元左右 但是這13億裡面有62% 是撥給外面來辦理的委辦費 雖然親民黨團不凍結這些委辦計畫 但是一定會去監督執行績效 其次根據監察院的調查發現 因為衛福部長期監督督管不力 經濟部與圓民會也未曾積極的去關切跟協助 所以幫南宇居民做健檢的先驅計畫 結果都快六年了 根本沒有去做 目前南宇居民的健檢改由衛福部的部立醫院來做 親民黨的立場非常的簡單 就是要求衛福部要積極的去辦理 來維護南宇居民的權益 那第三點 最近公費流感疫苗出包 以及三高用藥的原料發現致癌的成分 這些都跟多數的民眾的用藥安全 是息息相關的 那顯然衛福部食藥署的源頭管理還是做得不夠好 所以親民黨黨團提出了主決議 要求衛福部食藥署要把源頭管理更向上的把它管理好 那還有一點就是少子化的問題非常的嚴重 因此已經出生的下一代 我們應該要讓他得到更好的照顧 所以親民黨團也要求衛福部應該要研議 寬裂兒童牙齒屠佛的預算 來降低兒童的注牙率 也要求衛福部集管署 協同教育部修正流感疫苗接種計畫 納入不懼學校學籍的自學生 也要成為公費流感疫苗施打的對象 以免這些自學生暴露在流感病毒的威脅當中 同時我們也發現發展持訪兒童的早期療癒 還是做得不夠好 所以我們要求衛福部國健署要提出改善的計畫 由中央來督導地方衛生局把早期療癒做得更好 謝謝 謝謝周城委員 所有代表黨團發援的委員均以發援完畢 現在我們來處理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保留部分 請宣讀第224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業務費凍結四分之一 四項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專案檢討報告金 並經同意後使得動知 宣讀完畢 針對本案 我們來進行處理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會 就讓開閃 開閃 公司 市政府 市政府 從他們的 領域 在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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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鐘 表決結果 出席98人 贊成38人 缓队60人 去犬0人 贊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 报言会 现在继续处理党团新增提案部分 请宣读时代力量党团新增第一案 时代力量党团提案 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属一般行政向下 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业务费编列一般事务费冻结50% 于下会期向立法院政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 完整检讨报告与具体改善措施之专案报告 经同意后使得通知 宣读完毕 针对本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有民进党的党团提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表決結果 出席96人 贊成5人 反對60人 去全31人 贊成者少數 本案不通過 報院會 保留部分已經處理完畢 現在有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日處理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保留部分時 其書面撤回第106案 係數物載 請重新處理第106案 請問院會有意義 好 無意義 我們就進行第106案之處理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主任 外閣大黨 在選舉中 原動 請多謝 請多謝 想多謝 谢谢大家 表決結果 出席98人 贊成33人 反對65人 拒犬0人 贊成者少數 本案不通過 法院會 針對本日上午通過 總預算案 各機關及首屬 統三項目 附建二 現有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更正如附建 請問院會有意 好 有意我們就進行處理 針對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現有民進黨黨團 及時代力量黨團 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沒法定和選擇 leri 抬發 的神给 贊成果 meal 還 governed 著促進 ляется 工作人員 aras СТ秀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 出席89人 赞成5人 反对57人 去全27人 赞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 报应会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 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有意 无意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内容 冲旺 民国1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案 约会审议结果 依岁入互份 1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案 原列税入总额为 1兆9769亿 7916万5千元 审议结果 增列153亿 5672万2千元 自因1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案 先行审议单位预算 其税及附属单位预算 营业及分营业部分之 营业盈余 及事业收入均价照列 四附属单位预算 审议确定后再新调整 税入总额占改列为 1兆9923亿3588万7千元 审议通过后再由行政院主席总处 依照各款项目分别调整计列 2岁出部分 1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案 原列税出总额为 2兆02220亿2963万7千元 审议结果供计 简列240亿5187万6千元 自因1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案 先行审议单位预算 其涉及附属单位预算 营业及分营业部分之 国库增波额等军战照列 四附属单位算 审议确定后再新调整 税出总额占改列为 1兆9979亿 7776万1千元 审议通过后再由行政院主席总处 依照各款项目分别调整计列 3.融资产源调度部分 1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案 原列债物质偿还835亿元 岁入岁出差短及债物质偿还 合共上市融资调度数 1285亿5047万2千元 以举借债务1285亿5047万2千元 予以致印 审议结果 只以税入税出差短减少394亿 现在有民进党党团依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十一条规定 提请将全案互表决 现在进行全案之表决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蔡委员适应声明 对刚才之表决 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蔡委员适应声明 蔡委员适应声明 表决结果 出席59人 赞成59人 反对0人 蓄权0人 赞成者多数 全案表决通过 做以下决议 中华民国108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照审查总报告 修正通过 报院会 本院委员 柯建民等人 针对本案三读之决议 提出呼议 并请院会随即表决处理 报院会 本件 呼议案 我们现在来进行处理 针对委员 柯建民等人 首提呼议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 要求纪明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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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委员欧珀声明 对刚才之表决 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对 叶委员宜金声明 对刚才之表决 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做行政权的 另一局 挑选 是 对 做行政权的 我们在军林上 看到宣练6年 与应ô 该番 做行政权的 史们 在 detail 表決結果 出席59人 贊成0人 反對59人 去全0人 贊成者少數 委員柯建民等人 首題會議案不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 由委員登記發言 我們請廖委員郭董 院長 各位同仁 正好現在都是民進黨委員還在座 本人作為一個資深的立法委員 有幾句話一定要說 今天通過了這個總預算 我要恭賀我們民進黨團 提供進瀆 把108的總預算終於完成 但是我略有遺憾 我今天特別提到的是 蔡英文總統在主持總統府原住民主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的會議的時候特別提到 原住民主土地的議題中有三塊關鍵的拼圖在追溯歷史正向的時候不可缺少 那就是林務局台糖跟退府會的土地的取得過程 因此我們一再的呼籲只有返還這三個機關的當初不正當取得的土地才是弱使原住民主轉型正義 那麼今天本期跟國民黨的黨團 我也看到的時代力量黨團相關的原住民主歷史正義的提案 尤其是原住民主的土地權利 但是全部遭到民進黨團的否決 本期十分的遺憾跟難過 過去我們聽聞蔡英文多次的提到原住民的轉型正義 土地是最重要的一項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的時候 本人深深不以為然也表達遺憾 總統的任期還有一年多 我仍然在這裡懲職的要求民進黨 執政黨的不要再需要選票的時候 跟原住民田野蜜語 獲得執政權以後卻氣如必喜 最後的階段我們仍然期待 我們全國的民眾能夠一起來面對 原住民所遭受的不公平不正義的對待 謝謝廖委員 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現在莊委員瑞雄中委員孔昭聲明 對剛才之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紀錄 報告院會 本次會議議程 首類討論事項 已處理完畢 本次臨時會到此結束 現在上會好好經營險區 好好經營險區 好好經營險區 好 好 保安 跟班 都 心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